第2981章,绝非善类,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楚风,是不是让你失望了?楚浩妍握着灭燕珠,挑衅地说道,失望?我的确失望,身为妖孽榜排名第五的你,居然要靠别人赠予,才能拿到进入九月神域修炼的资格,我怎能不失望?楚浩妍,你的灭燕珠呢? 哦,我差点忘记了,你英纪不如人,说了,楚风讽刺地说道,你……此刻,楚浩妍气的脸色占红,整个人简直就要炸了。好了,既然进入神域的小辈名额已然确定,那么下面便发放阴阳命珠。 幽远大人的绣袍再度挥动,刹那间,六十颗珍珠大小,如水晶一般的圆形主体,便飘落下,分别落入了楚风等人的手中。 楚风观察着手中,那所谓的阴阳命珠,发现,这颗珠子,虽然看似透彻,可若仔细观看,会发现这颗珠子的中心,有一个灰尘大小的物体。 寻常人看不清,可是楚风可以,那是一座阵法,一座阴阳阵法。 阴阳之门,不仅需要阴阳命珠,还需要男女同时进入才可,否则不仅无法通过,还会被阴阳之门所伤。 而进入阴阳之门后,阴阳命珠生效,你们的命运,也将被彻底地捆绑。 这阴阳命珠,以你们的天赋,两日之内便可唤醒,但是,寻找一个有默契的伙伴,却是非常重要的。 而现在,你们便挑选,与你们一同进入阴阳之门的伙伴吧。 忧远大人说道,楚风弟弟,我们一起吧。 忧远大人此话刚落,楚月便对楚风说道,好啊。 楚风想都没想,便答应了。 在这楚氏天族内,她所能够想到,愿意与她一同进入阴阳之门的,还真就是这楚月。 但是楚风却没注意到,当她开口印下楚月的要求的时候,那已经迈出一步的楚灵溪,默默地将迈出去的小脚,收了回去,同时向来高傲的她,眼中涌现出了一抹淡淡的失落。 灵溪妹妹,我们联手吧。 你我联手,绝对可以取得好的成绩。 楚桓宇来到楚灵溪的面前说道,灵溪妹妹,还是我们联手吧。 这楚桓宇,哪里比得过我。 而紧随其后,楚浩妍也是来到了楚灵溪的身旁。 他们都知道,楚若狮不可能和他们一起进入九月神域,所以楚灵溪便成了他们的最佳人选。 楚浩妍,你这是觉得你比我强,要不要你我现在就比试一反。 见楚浩妍来与自己争,楚桓宇很是不爽地说道,来啊,我怕你一个负伤之人吗? 而楚浩妍,更是不以为然。 说的就如同你没负伤一样。 现在就一较高下。 楚桓宇说话间,便向虚空兴趣。 而楚浩妍,更是不甘示弱,紧跟着就踏空而行。 为了争夺与楚灵溪,一同进入阴阳之门的资格。 他们两个楚是天族,当今最强的两个天才,竟然要一较高下。 不用争了,楚桓宇。 你我一同进去。 可就在此刻,楚灵溪却是忽然开口。 灵溪妹妹,真的要选她? 她哪里比我强? 楚浩妍很是吃惊,同时也很是不甘心。 本小姐的选择,无需你来质疑。 而楚灵溪则是不以为然,说话间便转身准备离去。 相比于楚浩妍,楚桓宇则是喜出望外,赶忙飞升而下,来到楚灵溪身旁。 很是温柔地问道,灵溪妹妹,那我们什么时候,一同修炼阴阳命珠? 一起修炼便不必了。 你我各自修炼吧。 楚灵溪说话的时候,步伐都没有停,甚至看都没看楚桓宇一眼。 可是哪怕如此,楚桓宇却仍然只是笑了笑,并未再多说什么。 哪怕他明知道,阴阳命珠,二人一起修炼,效果更好。 若失,而就在此刻,有一名男子,终于走到了楚洛宇的身旁。 这名男子,长得很是英俊,却很是老实,他面带笑容,看上去很是平易近人,尤其是看向楚洛宇的目光,更是充满了温柔。 至于这名男子的修为,虽然不错,可是相比于楚浩妍和楚桓宇,的确是差了不少。 他只是五品真仙。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他就是楚洛师的青梅竹马。 所以他来到楚洛师身旁,倒也没有人有太多的关注。 哪怕看他的人,眼中也是充满了厌恶。 因为,在楚氏天族众人的眼中,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吃到了天鹅肉的癞蛤蟆。 可是此刻,楚风却被那位楚洛师的青梅竹马,所吸引。 怎么了?你该不会是喜欢楚洛师了吧? 女王大人见楚风,那么关注楚洛师的青梅竹马,便开玩笑地问道。 怎么会? 楚风笑了笑,那你这么关注他干嘛? 女王大人问道。 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楚风说道。 哪里奇怪了? 女王大人问道。 他站在人群中,很不起眼。 我甚至在此之前,都没注意到他。 可是现在,当他自人群走出后,我却觉得他很与众不同。 楚风说道。 哪里与众不同? 女王大人问道。 我也说不好。 但直觉告诉我,此人,绝非善类。 楚风说道。 本章完。 第2982章 关于楚之渊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就在此时,那位楚洛师的青梅竹马,似是感受到了楚风的目光,竟忽然转头,看向楚风。 见楚风果然在看他,他竟向楚风走来,来到楚风身前,客气地抱了抱拳,道。 在下,在下楚之渊,我赋云你父乃是同辈,你我也是同辈,而我的年龄在你之上,所以若不介意,我应该称你为楚风帝。 叫我楚风便好。 楚风抱拳说道。 他这样说,是因为他不会称呼对方为哥哥,尽管那只是一种直觉,但楚风却很相信自己的直觉。 既然已经在这楚之渊的身上,感受到了危险的训厚,楚风自然也就不会与他有过多的瓜葛,至少,不会与他称兄道弟。 好,那我就叫你楚风,你就叫我楚之渊。 这楚之渊,果然是聪慧之人,他竟明白了楚风,欲与他保持距离的意图。 不管怎么说,今日都要谢谢你,若不是你率先探索出了,唤醒这灭燕珠的方法,怕是,我们都不会这么容易, 就唤醒灭燕珠。 楚之渊说道,不必客气。 楚风淡淡地说道,随后看向楚月,说道,楚月姐,你刚刚不是急着叫我回去,说要与我详谈阴阳命珠之事。 对啊,关于阴阳命珠你还不了解,我必须与你好好说说才行。 楚月倒也聪明,明白了楚风的意思,滴水不漏地就把楚风的话接了过去。 抱歉,进入九月神域机会难得,我怕是要先行一步了。 楚风对楚之渊说道,哎,这是哪里的话,如今你已经回到族中,我们见面的机会多着呢,他日再与你好好倡议一番。 楚之渊笑着说道,那我便告辞了。 楚风抱了抱拳,便与楚月转身离去。 只是,哪怕楚月接得滴水不漏,可是当楚风与楚月走远之后,那楚之渊的目光之中,却闪过了一抹阴冷。 那目光极其不易察觉,莫说是旁人,哪怕楚风,竟然都没有注意到。 楚风弟弟,你似乎不太喜欢那楚之渊,你该不会是也喜欢楚若狮吧? 回到楚风的处所后,楚月问道,倒也没有,我是真的急着理解这阴阳命珠罢了,只是,对于这楚之渊,我也倒是有点好奇,不知,楚月姐能否与我说一下,关于这楚之渊的事。 楚风说道,当然可以。 楚月倒也没有隐瞒,把他所知晓的,关于楚之渊的事,都为楚风讲述起来。 原来,这楚之渊也并非平庸之辈,甚至当年的他,还别人定为是修武奇才。 他比当今大千上届,妖孽榜第一位的楚清小了两岁。 可是,在他刚修武的那段时间,他却与楚清,一同被誉为,楚是天族未来族长的继承人。 只是可惜,天才分两种,一种是一路高歌,直达修武巅峰,而另外一种,则是如同一道流星,绽放的时间极为短暂。 楚清,乃是第一种,很不幸,这楚之渊乃是第二种。 自从楚之渊二十岁那年,与楚清切磋,并且败给楚清之后,从此,他便一蹶不振,颓废了许久。 尽管后来,在楚若诗不离不弃的陪伴下,他渐渐恢复斗志,重新修武。 只是那个时候,他却已被楚清远远地甩在身后。 那个时候的楚清,乃是楚氏天族,当之无愧的小辈第一人。 至于他,这个曾经与楚清争夺第一人之位的楚之渊,已然沦落为中上流,甚至连楚若诗都是不如了。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楚氏天族之中,除了楚清和楚若诗之外,先后有楚桓宇,楚浩炎,楚灵溪这三位小辈,横空出世。 但楚之渊,却始终无法重返巅峰。 不过好在,楚若诗对他始终不离不弃,二人感情极好。 至于楚之渊,倒也是性情大变,他不再争名逐利。 哪怕被人认为是成功吃到癞蛤蟆的天鹅肉,却也如同听不到一样,不与人争论。 其实,楚之渊的人品很好,平日里对我们这些同辈也很有善,很有兄长的样子。 楚越对楚风说道,看得出来,他对楚之渊的印象倒是不错。 若真的有兄长的样子,为何今日在无人愿意为你唤醒灭燕珠的时候,他未曾替你说过半句话。 楚风问道,这个,楚越陷入沉思,随后似是有了结果。 说道,应该是他也清楚,他说了也不管用吧。 虽然他的出身极为不错,他的爷爷也是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之一,只是,他的爷爷从来不管他的事,哪怕有人当着他爷爷的面,说他与楚若狮的关系,乃是癞蛤蟆吃天鹅肉,他爷爷也会装作听不到。 如果说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皆是让人看到,便会感到畏惧的存在。 那么他的爷爷,可以说是楚氏天族当今的太上长老之中,唯一一个,我们看到,可以轻松面对的人。 可能也正因为他的爷爷太好说话了,所以也根本就没人惧怕这楚之渊。 这就是所谓的,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吧。 其实我觉得,楚之渊挺可怜的,比我们还要可怜。 我们在楚氏天族内抬不起头,是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够深,没人给我们撑腰,但是楚之渊他不是。 他的爷爷,明明可以为他撑腰,但却不为他撑腰。 而他又父母双亡,如今真正的亲人,只有这一个爷爷。 话到此处,楚越的眼中,竟然满是同情。 楚风深知,楚越是被那楚之渊的伪装欺骗了。 不管楚之渊有怎样的过去,怎样的绅士,外人看来多么可怜。 但楚风,都坚定地认为,楚之渊没有那么简单,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 所以此刻,楚风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于是说道,楚越姐,还是与我讲讲这阴阳命珠吧。 啊,好。 楚越连连点头,随后便为楚风讲述起阴阳命珠之事。 可是与此同时,在楚氏天族内,一个最神圣的大殿之内,却有着三位老者居于此处。 这座大殿,名为楚氏主殿,除了楚氏天族的族长,便唯有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才可以进入其中。 除此之外,哪怕刑罚堂的堂主,也没有资格进入此处。 所以,此刻身在此,殿内的三人,皆是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 废子就是废子,我是坚决不同意,重点培养着楚风。 其中一位老者,以无比坚定的语气说道。 本章完,第2983章,楚氢的挑战。 小说,修罗武神。 作者,善良的秘风。 废子就是废子,我是坚决不同意,重点培养着楚风。 说此话的人,不是别人,乃是楚浩颜的爷爷。 而除了楚浩颜的爷爷之外,还有两位太上长老级别的存在,位于此殿之内。 其中一位,乃是楚汉鹏。 而另外一位,面容慈祥,并且眉宇之间,与楚洛师的青梅竹马楚之渊,也是有着几分相像。 而此人,正是楚之渊的那位太上长老爷爷。 此刻,这主殿内的主位之椅,摆放在那里,无人敢坐。 因为那是只有楚氏天族的族长,才能坐的位置。 所以眼下,楚汉鹏三人都坐在主位之椅的下方。 楚汉鹏正在饮茶,就仿佛没有听到楚浩颜爷爷的话一样,淡然自若。 倒是楚之渊的爷爷,立刻站出来,反驳了楚浩颜。 楚风当年被定为废子,乃是因为他无法修武,但现如今,他已经展现出了他修武的天赋。 不管他的父亲做了什么事,他终归是我楚氏天族之人,有这样的人才,我们不培养。 那我楚氏天族,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培养他做什么,就不怕把他培养起来。 他像他父亲一样,与我楚氏天族为敌。 楚浩颜的爷爷说道, 这个帽子扣得有点严重了吧? 楚轩颜何时与我楚氏天族为敌过? 况且,父辈之事与晚辈无关。 就算你孙儿败给了楚风,你也不该这般难为楚风。 楚之渊的爷爷说道, 听得此话,楚浩颜的爷爷倒也并未生气, 而是双眼眯起,冷笑道, 咱们就事论事,没必要扯到浩颜的身上。 这么多年了,我可从没因为浩颜,而刁难过谁。 是吗? 可是我怎么听说,只要有谁敢说你孙儿不好, 你便会刁难于他呢。 楚之渊的爷爷说道, 你简直是胡说八道, 含血喷人。 楚浩颜的爷爷吼道, 吵够了吗? 就在此刻,沉默许久的楚汉鹏终于开口。 而楚汉鹏这一开口, 那两位竟然同时闭上了嘴巴, 不再言语。 这倒也能够看出, 虽然同为楚氏天族, 九位太上长老之一, 可是这楚汉鹏的地位, 的确是高于他人的。 楚风回到族内, 已是事实, 就该受到族内正常的待遇, 这件事是我定的, 你有意见吗? 楚汉鹏看着楚浩颜的爷爷问道, 不敢。 楚浩颜的爷爷低声说道, 神色竟然满是紧张。 不敢便好。 楚汉鹏站起身来, 看着楚之渊的爷爷说道, 接下来, 我将继续闭关, 在我闭关期间, 族内的事情由你来打理。 是。 楚之渊的爷爷, 赶忙起身, 施以大理。 至于楚汉鹏, 说完此话, 便走出了这座主殿之内。 待楚汉鹏离开后, 楚浩颜爷爷的脸色, 变得阴沉起来。 看来, 你是没办法为你孙儿出头了。 楚之渊的爷爷笑着说道, 这笑容, 有着几分讽刺的意味。 再如何, 我孙儿也剩你孙儿百倍。 楚浩颜的爷爷说道, 哈哈, 而听得此话, 楚之渊的爷爷, 竟然大笑了起来。 哼, 楚浩颜的爷爷, 气急败坏, 大袖一甩, 便就此离去。 他也知道, 楚汉鹏是什么意思。 楚汉鹏之所以在闭关期间, 让楚之渊的爷爷, 负责族内的重要事情, 就是因为, 楚之渊的爷爷, 是维护楚风的。 他倒是不怕楚之渊的爷爷, 可是他却做不到, 不怕楚汉鹏。 因此他知道, 他哪怕再不喜欢楚风, 却也是不能奈何于他了。 对于三位太上长老所谈之事, 楚风他并不知晓。 在此期间, 他一直在听楚越讲起, 关于阴阳命珠之事。 想不到这阴阳命珠, 竟然也有这么多门道。 此刻楚风很是兴奋。 他已然得知, 这阴阳命珠, 原来也分为多个等级。 由若至强, 分别为威心, 强心, 半月, 满月, 以及育月。 而能够达到什么层次, 两个人的配合很重要。 正因如此, 这阴阳命珠, 才需要两个人来共同修炼。 当然, 不同级别的阴阳命珠, 当进入阴阳命门之后, 又将发挥出不同的功效。 所以, 修炼更强大的阴阳命珠, 几乎是所有人都想做到的事。 以楚风弟弟的天赋, 修炼出强心级别的阴阳命珠, 肯定易如反掌, 搞不好还有机会修炼出, 半月级别的阴阳命珠。 楚风弟弟, 你等我一下, 我去准备材料, 然后我们便修炼阴阳命珠。 楚越说完此话, 便快步离开, 看得出来, 对于进入九月神域修炼之事, 他还真是干尽十足。 而楚越走后, 楚风则是看向门的方向, 说道, 既然来了, 何不现身? 不愧是尊袍戒灵师, 这等感应力, 当真不凡。 而楚风此话落下, 一道身影竟真的浮现。 这是一名青年男子, 身材挺拔, 皮肤有黑, 自从出现后, 脸上便挂着灿烂的笑容。 最重要的是, 此人的气息非常地浑厚, 楚风竟然不知他的修为, 可是楚风判断, 他应该也是一个小辈。 你莫非是, 楚清? 楚风问道, 楚是天族的小辈天才, 楚风几乎都见过了, 唯有一人还未见过, 那便是楚清。 而眼前之人的实力, 与那传闻中的楚清, 极为相符。 楚风弟弟, 看来也是听闻过我。 没错, 在下正是楚清, 楚清笑着说道, 他便是那个, 连续五次, 占据妖孽榜第一位, 楚之渊年少之时的对手, 楚是天族当今的最强小辈, 楚清。 看到这楚清, 就连女王大人的目光, 也是变得明亮起来。 因为这个楚清的确是名声赫赫赫。 不知楚清大哥, 来此有何事? 确定对方身份, 楚风便对其使用尊称, 之所以如此, 那是因为在楚清的身上, 楚风感受到了与楚之渊完全相反的感觉。 倘若楚之渊是危险的话, 那么这楚清则是正气。 我想与楚风弟弟切磋一番。 楚清说道, 本章完, 第2984章 女王湛楚清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你是来挑战我的? 楚风问道 不算是挑战 只是切磋 准确来说 是与你借零空间的那位姑娘切磋 不过既然她是你的朋友 那其实 与我切磋的 也就是你 楚清笑着说道 哪怕是来挑战的 可她表现的也很是客气 甚至有些谦逊 这件事 我要问问她 楚风说道 好 楚清点了点头 不用问了 本女王陪她玩玩 可 还不待楚风发问 女王大人便提前开口 我的蛋蛋 这个楚清可不简单 我都无法确定 她到底还是不是真仙境 楚风劝道 她并不想女王大人 与这楚清交手 关键是 无法确定对方的实力 楚风担心女王大人会面临危险 无妨 就算输了又能如何 又不会少一块肉 可只要赢了 那大千上届第一天才的名号 就是你的了 女王大人说道 可是 楚风知道 女王大人应战 其实为的乃是她 可越是这样 楚风越是不舍 不舍淡淡 因她而战 可是 你的大头鬼啊 快放本女王出去 别婆婆妈妈的了 本女王好久没好好活动了 今日我要好好展示一下我的本领 女王大人说道 这种情况下 楚风也是无可奈何 只好张开戒铃大门 而当戒铃大门张开之后 女王大人更是立刻从大门内走出 打量着楚清 以挑衅的语气说道 大千上届第一小辈天才 不过如此 可是对于女王大人的挑衅 楚清却是和善的一笑 说道 在下楚清 幸会姑娘 七 不要以为套近乎 本女王就会手下留情 你与本女王交手 可要做好半死的准备 对于楚清的客气 女王大人丝毫不领情 切磋难免有所损伤 姑娘若伤我 我绝不计较 但我 绝不伤你 否则 话到此处 楚清看向楚风 笑道 怕是我楚风弟弟 会跟我拼命啊 楚清此话 另有所指 看来 他倒是有备而来 就连楚风与女王大人的关系不简单 他也是知晓的 难怪他 一开始就称女王大人为姑娘 而并非以戒铃相称 这是对女王大人的尊重 也是对楚风的尊重 当然 这道 也能多少看出 楚清的人品 他很谦逊 也很在乎楚风的感受 身为当今大千上界最强的小辈 他能这般 实属难得 可显然 对于楚清的礼貌 女王大人却是不以为然 这也难怪 女王大人除了楚风 和一些他喜欢的女子之外 几乎就没有对谁展露过他温柔的一面 别废话了 要切磋 便开始吧 女王大人说话间 便准备向门外走去 他很清楚 以他和楚清的实力 若要交手 这个房间的空间肯定不足 莫说这个空间 怕是这周遭的电雨 也都将被二人的力量 所彻底摧毁 不必外出 就在此处吧 楚清说话间 手臂一扬 顿时一道光芒体 自其手中绽放 那光芒绽放之际 将周遭的一切都掩盖起来 而当那光芒消散之际 楚风惊恶地发现 楚风三人 已经不在 那房间之中 而身处于浩瀚星空之中 那是一件质宝 一个拥有一片独立空间的质宝 眼下 楚风等人并非离开了房间 而是已经进入了 那个质宝之中而已 啪 而就在这时 那楚清双指轻磋 只听一声翠响传来 楚风的周遭 便出现了一道光芒体 那光芒体非同小可 简直是坚不可摧的防御阵法 至少现在的楚风 施展权力 也不知不出 如此强力的防御阵法 你能操纵这个空间 楚风问道 他之所以这样问 是因为他担心 假如楚清真的能够操纵这个空间 掌握一定的力量 那么女王大人与他的这场对决 将很不公平 楚风弟弟放心 我绝对不会利用任何力量 我会凭借自己的实力 来与你的这位朋友 进行这场切磋 楚清说道 乌奥 而就在这时 女王大人出手了 暗黑色的气焰 自女王大人释放而出 如同千军万马 向那楚清猛扑而去 女王大人这一出手 便施展出了逆战无品的战力 还真可谓毫不留情 可是那楚清的观察力 也是极强 几乎在女王大人出手的那一刻 他便袖袍甩动 一时之间 共有十道武力 自其袖口飞掠而出 那是仙法 那仙法很是诡异 十道武力涌现后 化立刻化作十道大山 拦于楚清身前 虽然那大山 未能拦截女王大人的攻势 可却也成功地 让女王大人的攻势减缓下来 起到了阻挡的作用 而在那十道仙法大山 阻挡女王大人的同时 那楚清的脚下发出流光 与此同时 身形也是 急速地向后退去 速度太快了 楚风都是费尽力气 才勉强看清那光芒 那同样是仙法 并且是一种能够提升速度的仙法 九品真仙 此刻 楚风目光一动 任凭楚清伪装的再好 可当他出手的那一刻 楚风也是能够感受到 楚清的修为 九品真仙 这便是楚清的修为 轰隆隆 而就在楚清暴退之际 这幽暗的星空之上 顿时变得光芒普照 漫天的雷霆四下涌动 如雷海 很快便遮蔽了整个上空 而与此同时 那楚清的额头之上 也是涌现出了一道雷纹 那是天极雷纹 这楚清 也修炼了天伐玄弓 楚清已是九品真仙 乃是真正的真仙巅峰 距离天仙境 只是一线之隔 可是天仙境 又具备着不可逆的因素 所以 哪怕他施展出了 可以提升修为的天极雷纹 他的修为 也依旧是九品真仙 并不能突破到天仙 只不过 虽然没能踏入天仙 但是他却依然有所收获 他获得了逆天战力 虽然只是逆战一品 可是相较于女王大人 那五品真仙的修为 和逆战五品的实力 此刻楚清的实力 已经丝毫不弱于女王大人 并且 楚清的手中 还多出了一把银色的长枪 那是一把先兵 并且是一把极品先兵 那先兵握在手中 楚清的战力 再度得到了提升 姑娘 我可要出手了 楚风此话说完 竟身形一纵 手握长枪 向女王大人反略而来 女王大人本在进攻 楚清速度又是极快 他反略而来 眨眼间便与女王大人 释放的黑色气焰来到一处 可是 面对那遮天蔽日 宛如千军万马 汇集而成的黑色气焰 楚清却是淡然自若 毫无巨色 只见手中的长枪摆动 竟有一道银色巨龙 出现在其周身 银龙摆动 万物退散 那楚清 仿佛无物可当 这一刻 只见黑雁散开 那楚清竟在那黑雁之中 闯出了一条大道 直奔女王大人而来 这一刻 楚风双拳不由握紧 眉头更是紧皱 这是女王大人 在与同等实力之人交手的时候 楚风第一次 为女王大人感到担心 因为这楚清 当真是极强 本章完 第2985章 无人可敌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哼 可就在那楚清 手持银枪先兵 身带银色巨龙 一路势如破竹 将要靠近之际 女王大人却是轻哼一声 那声轻哼 竟然是如此的不鲜 下一刻 楚风发现 女王大人所释放的气焰 竟然有所变化 一声声怒吼 变得越发刺耳 宛如万鬼咆哮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暗黑色的气焰 也是变得更为强横 但但她的气息 变化了 楚风感受到 女王大人的气息 已然全然不同 如果说先前的女王大人 还像是一个风度翩翩的 精灵异货仙子 那么此刻的女王大人 则是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魔 不 她是一只修罗 而她所释放的暗黑色气焰 也不再是简单的千军万马 而是魔鬼组成的大军 那是由无数只魔鬼 所汇集而成 欲要毁灭一切的大军 嗷 刺耳的咆哮 不断响彻开来 那暗黑色的气焰之中 竟然延伸出无数只巨手 那巨手上的五指 即使尖锐无比 欲要将楚清撕成粉碎 这种情况下 楚清已然无法视如破竹 甚至她所化的银色巨龙 也是被那暗黑的利爪 抓得满是伤痕 最重要的是 楚清已被暗黑色的利爪所包围 她已是强弩之末 已是困兽之斗 在做最后的挣扎 那银色巨龙是保护她的最后屏障 若是那银色巨龙粉碎 楚清必将面临灭顶之灾 修罗灵剑 果然了得 看来今日 我楚清也必须要施展全力了 楚清此话落下 她手中银枪摆动 竟然又有八条银色巨龙 自其体内释放而出 此刻 已然有着九条银色巨龙 围绕着楚清 而那楚清的战力 也是再度提升 这是什么手段 看着楚清周身的九条银色巨龙 楚风目光有所变化 她发现 此刻楚清所施展的手段 既不是仙法 也不是武技 更不像是秘技 可是这手段的威力 却是极强 强大到 竟然足以与女王大人 那增强的黑色气焰 所抗衡 哼 可哪怕如此 女王大人却依然不屑 只见其那双眉眸 变得越发狠辣起来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女王大人的身后 竟然隐隐间涌现出了一道 虚影 那道虚影巨大无比 那是一张巨大的脸 这脸很是模糊 看不清五官 唯有两只如明日一般巨大的眼睛 恐怖无比 那双眼睛 简直太可怕了 阴暗 无情 那简直是楚风所见过 最恐怖的双眼 修罗之力 就在此刻 女王大人轻贺一声 道出四个字 随后那张渐渐成型的巨脸 竟化作气焰 融入女王大人那暗黑色气焰之中 这一刻 莫说那暗黑色的气焰再度增强 女王大人的气息 都是再度增强 女王大人 竟然又获得逆战一品的战礼 此刻 女王大人的逆天战礼 已经达到了逆战六品 这一刻 哪怕是楚清那围在周身的九条银色巨龙 也是难以支撑 被那一只只黑色气焰巨肘 抓得遍体鳞伤 哀嚎不断 好是厉害 还真是要逼得我 毫无保留啊 楚清淡淡一笑 随后觐见梅道树 原本和善的眼眸之中 涌现出一抹认真之色 而就在此刻 楚清的一只 手紧握银色长枪 而另一只手 则捏出法绝 他口中念着 楚风也是听不懂的咒语 这种情况之下 楚清的手腕 竟然闪烁出淡淡荧光 那荧光变化越来越强 竟然化作一道手镯 那手镯 是九条银龙盘旋而成 那九条银龙所画的手镯 越来越大 到最后竟分散开来 脱离楚清的手腕 分别融入那九条银色巨龙之中 呜呜 这一刻 那九条银色巨龙 龙眼放光 宛如具有了真正的生命 那一刻 楚清的战力 也是提升一品 再度与女王大人 拉近了实力 一时之间 那黑色气焰 与九条银龙 站成一团 威压阵阵 哪怕这星空之中 也如道道巨浪一般 四下轰散 幸亏楚风身上 有楚清布置的防御阵法 否则随便一道连衣巨浪袭来 都足以将楚风拍得粉身碎骨 魂飞魄散 眼见如此争斗 楚风真的是深深地为女王大人捏了一把冷汗 今日 女王大人的手段 是他第一次所见 女王大人的实力 超过了他的认知 可是这楚清 同样很不简单 他那手腕上隐藏起来的手镯 应该是一种罕见的质宝 而楚清所施展的九条银色巨龙 则是与那质宝所相辅相成的特殊手段 虽然 不是武技 不是仙法 也不是秘技 可是结合那件质宝 却可以获得逆战一品的战力 这应该是楚清的王牌手段 这种情况下 女王大人与楚清 二人谁胜谁负 当真是难以预料 当女王大人与楚清 进行对决 斗得天翻地覆之际 楚越的母亲 却端着几盘精致的点心 来到了楚风所在的房间之中 这是 可是 楚越的母亲 刚刚推开房门 便愣在了那里 此刻 她眼前所见 并非简单的房间 而是一片虚空 虚空之中 两股力量 正在相互厮杀 仔细观看 操纵那力量的乃是两个人 一个是楚风的戒灵 淡淡 而另一个 竟是楚世天族的第一天才 楚清 他们的力量 此刻 哪怕是楚越母亲 这样的天仙境高手 也是目光大变 她能够感到 女王大人 与楚清的战力 虽然 二者的修为 都仍是真仙境 但是那样的逆天战力 却是让楚越的母亲 都为之惊叹 楚越的母亲 观察了许久 才忽然转身 关上房门 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此处 她之所以离开 是因为女王大人 与楚清的战斗 已然落幕 房间内 漫天星辰渐渐散去 房间的物品 也是逐渐浮现 一道光芒 落入楚清手中 楚风与女王大人 也都站在先前所在的位置 此刻 女王大人那一张 绝美的小脸之上 有些不甘 可是楚风 却是松了一口气 虽然女王大人 与楚清 乃是平局收手 可至少二者皆是没有负伤 这便是最好的结果 姑娘果然厉害 楚清心服口服 楚清对女王大人先是抱拳 随后 竟然对其鞠躬 施以大礼 明明是平局 可却像是她输了一样 可是女王大人 却根本不领情 转身便进入戒林大门内 楚风弟弟 你有如此帮手 当今大千上届小辈之中 你已是无人可敌 楚清对楚风说道 你与我家女王 明明是平手 怎能算是无人可敌 楚风说道 听得此话 楚清则淡淡一笑 啊 就在我与那姑娘交手之时 我便已满百岁 我楚清 已不再是小辈 此刻 楚风终于知道 为何楚清如此迫切 要与女王大人切磋一番 原来 他是想在自己小辈的年岁之时 与女王大人一决胜负 而倘若楚清所说属实 拥有女王大人的楚风 在小辈之中 还当真已是无人可敌 本章完 第2986章 暗害楚风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清 楚清并未与楚风多序 只是简单的客套了一下 便就此离去 与其说 他是特意来挑战女王大人的 更不如说 他是来提醒楚风 楚风 已是当今大千上界 小辈最强 我的女王大人 你没事吧 虽然淡淡没有负伤 但楚风仍然有点担心淡淡 担心的乃是他的心理 毕竟女王大人 可是非常高傲的 今日一战 平局收手 这绝不符合女王大人的预期 如果说 本女王还会施展权力 你信吗 女王大人说道 我信 当然信了 所以我的女王大人 是故意让着她的 楚风问道 我让她做什么 我只是 算了 总有一日你会知道 女王大人有些傲娇的说道 随后她犹豫了一下 竟然笑了 道 好了 本女王没有那么玻璃心 不过是平局而已 没事的 你不用担心 见女王大人这般 楚风则更不放心了 干脆盘坐而下 将意识投射到界灵空间之内 干脆面对面的与女王大人 畅聊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楚月的母亲 则在到处寻找楚月的身影 一张脸上 仍挂着难以彻底掩饰的金融 先前的一幕 实在是太让她吃惊了 在她看来 楚风和楚清的未来潜力 简直不可限量 楚清不谈 毕竟楚清与楚月 没什么交情 但是楚风如今与楚月的关系 绝对比其他族人要亲近 她身为母亲 必须让楚月把握好这个机会 所以她才迫切地想要找到楚月 要第一时间将这件事告知楚月 可是 楚月的母亲去了楚世天祖小辈 那领取融合阴阳命珠物品的地方 却得知楚月已然离开了 但这一路走来 并未见过楚月 这则让楚月母亲不解 不解之下 她只得四处寻找 甚至动用了特殊的观察手段 而终于 楚月的母亲 在一处隐蔽之地 寻找到了楚月 不仅是楚月 她还看到了一个她很不喜欢的人 那便是楚浩颜 当她寻到楚月的时候 楚浩颜正在离去 而楚月此刻则一脸为难地站在那里 至于二人发生了什么 楚月母亲不得而知 楚浩颜站住 猛然间 楚月的母亲大喝一声 且落在了楚月的身旁 有事 楚浩颜回头问道 态度很是不屑 你对我家月儿做了什么 楚月母亲问道 做了什么 她不是好端端地站在那里吗 要问我做了什么 你不如问问她吧 楚浩颜轻蔑一笑 便转身离去 哪怕楚月的母亲是前辈 可是她却没有给予丝毫的尊重 月儿 你没事吧 楚月的母亲对楚月问道 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怎能不担心 母亲 我没事 楚月说道 跟我来 楚月的母亲拽着楚月 离开了此处 再度出现之时 并非是楚风居住的地方 而是楚月的家中 楚浩颜没有威胁你 楚月的母亲问道 没有 楚月摇了摇头 那你老实告诉我 楚浩颜为何找你 楚月的母亲问道 母亲 真的没事 楚月说道 月儿 你可千万不要被楚浩颜所利用 楚月的母亲很是宁重地说道 她毕竟是刑罚堂的人 所以已经警觉到 楚浩颜找到楚月 绝对是有所图谋 而听得起母亲的话后 楚月的小脸则顿时有所变化 就犹如不打自招了一样 月儿 我知道 你一直很想与楚浩颜 楚桓宇 楚若诗 楚灵溪他们走得近一点 可是 他们是什么人 这么多年 你还不清楚吗 你永远也无法与他们靠近 因为在他们眼中 你不具备这个资格 可是楚风则不一样 楚风并没有亲看你 她把你视为家人 把你视为姐姐 并且 楚风具备着 比他们更大的潜力 你可要知道 今日楚风她 楚月的母亲 是想为楚月讲述 今日她所见到的那一幕 可是母亲大人 楚风如今在楚世天族 势单力薄 并没有人为她撑腰 只凭借她一人 她能走多远呢 可是 还不带楚月的母亲 讲述那件事 楚月便开口了 我刑罚堂的副堂主大人 难道不是楚风的靠山 楚月的母亲问道 但正法前辈 如何能与楚浩颜的爷爷相比 那可是太上长老 楚月的母亲说道 楚浩颜的爷爷 楚月的母亲淡淡一笑 随后说道 莫说楚风的爷爷 单说楚风的父亲 也绝非楚浩颜的爷爷可比 母亲 关于楚风父亲的事 我听您说过很多了 可他的父亲 若真的那般了得 为何现在还被关押在 足五下界的禁地之中 为何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的额头之上 被烙上废子的印记 却也能够忍气吞声 楚月问道 这件事 一直是族内所有人 所想不通的 而楚轩颜那种人 他到底有着怎样的打算 也不是我们可以猜得到的 楚月的母亲说道 不 我想我想通了 楚月说道 你想通了 楚月的母亲 目露诧异之色 我觉得 楚轩颜曾经的确强过 但是那是曾经 而不是现在 楚月说道 月儿 你这孩子 可真是愚钝啊 楚月的母亲说此话的时候 已是目露目逸 母亲大人 您不要生气 我只是说我的想法 但是这不仅仅是我的想法 也是当今族内许多人的想法 若是楚风的父亲和爷爷 真的那般具有威慑力 族内绝不可能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难楚风 但现在的情况 却刚好相反 哪怕是当年 若是楚轩颜真的有那般强横 楚是天族 又怎会有人站出来 要将他重罚 楚月问道 所以 你是准备被楚浩颜利用 帮助楚浩颜对付楚风 你不要忘记 你此次能够进入九月神域的资格 是谁帮你夺来的 月儿 你想未来更好 母亲可以理解 但做人 永远不能背信弃义 一定要知恩图报 楚月母亲的话 已是越来越重 看来他是真的生气了 他害怕 害怕楚月为了利益 而做出对楚风不利的事 母亲大人 楚风弟弟对我的帮助 我岂会不知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帮助楚浩颜 去坑害楚风弟弟的 楚月说道 这么说来 楚浩颜的确是想让你帮忙 害楚风 他想让你怎么做 楚月的母亲 目露担忧之色 他并没有说让我做 因为他刚开口 我便拒绝了 正法前辈待我不薄 楚风弟弟待我不薄 可那楚浩颜当初看不起我 在我与楚风弟弟走近之后 他又刁难于我 我岂会帮他 楚月说道 月儿 听你这样说 我便放心了 这一刻 楚月的母亲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本章完 第2987章 挑战最高级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母亲 您放心 这一次进入九月神域 我与楚风弟弟联手 一定会取得好的成绩 虽然如今楚风弟弟在族内依仗不足 并且危机四伏 可我相信 他能够崛起 而我会一直陪着他 楚月一脸坚定地说道 好 月儿 你一定要照顾好楚风 至少要做到 一个姐姐该做的事 相信母亲 与楚风交好 绝对是你走过的 最正确的道路 楚月的母亲 抓着楚月的肩膀 一脸凝重地说道 楚月的母亲之所以这样说 那是因为 她曾亲眼见过 那些与楚宣元交好之人 明明资质频繁 却因楚宣元的帮助 而一步登天 她当初愚钝 错过了机会 但是她希望她所错过的 她的女儿楚月不要错过 更何况现在楚月 有了如此好的机会 而听得起母亲这样说 楚月也是甜甜一笑 随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而看着这样的楚月 楚月母亲的脸上 也总算是涌现出 欣慰的笑容 只要楚月能把握好 与楚风交好的机会 不仅是楚月 就连她将有更大的成就 舞者世界 就是如此 每个舞者都是一棵树 幼苗期间 难见分晓 可总有一日 会有高低之分 有的人 注定是平庸之极 连一阵大风袭来 都可能将她斩断 而有的人 则注定要成长为参天大树 连日月的光芒 都将被其遮挡 而生长在这种参天大树之下的人 将会绝对的安全 在楚月的母亲看来 楚风便是参天大树 不因别的 只因楚风是楚轩元的后代 在此之后 楚月便拿着融合阴阳命珠的材料 来到了楚风所在的地方 二人立刻开始尝试融合阴阳命珠 而以楚风这尊刨戒灵师的实力 更是很快摸清了这阴阳命珠的门道 首先 这每颗阴阳命珠内 皆是有阴阳两种力量 但是 若专注提升一种力量 效果则会更好 比如 一颗提升阳 而另一颗 则提升阴 所以 这也是为何 两颗阴阳命珠 放在一起融合 效果会更好的原因 时间很快 转眼间距离那九月神域的大门开启 已经只有一日的时间 而在此期间 各种消息更是不断传开 有人说 在第一日的时间内 楚浩岩就融合出了 强星级的阴阳命珠 而在今日 更是有传闻 楚若狮与楚之渊这对青梅竹马 融合出了半月级别的阴阳命珠 而这些皆是传闻 到底如何 不得而知 可是眼下 楚风与楚越的两颗阴阳命珠 放在一起 那两颗阴阳命珠内的气息 便会发生变化 两颗阴阳命珠内 皆是出现了一颗巨大的月亮 天啊 莫非这是传说中的满月 看着那阴阳命珠内的圆月 楚越一双美眸凳的溜元 楚越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阴阳命珠由若至强 分别为 微星 强星 半月 满月 以及日月 一般来说 能够融合出强星的 已是非常了得 而能够融合出半月的 至今为止 楚世天族内 也只有三对组合做到过 而这满月的 至今为止 整个楚世天族 可还没有人做到过 也就是说 楚越和楚风 将成为楚世天族 有史以来 第一个融合出满月级别 阴阳命珠之人 他怎么可能不激动 楚越姐 我有一个想法 忽然 楚风说道 什么想法 楚越问道 你不要发烈 将两颗阴阳命珠 都交给我 楚风说道 好 虽然不知道 楚风想做什么 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他现在很相信楚风 因为他很清楚 能够融合出满月级别的阴阳命珠 其实靠的全部是楚风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帮手 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 随后 楚风同时催动两颗阴阳命珠 一颗放 一颗收 楚风竟然将自己那颗阴阳命珠 这两日内所融合的力量 全部放入了楚越那颗阴阳命珠之内 也就是说 眼下 楚风这颗阴阳命珠 俨然就成了一个空的阴阳命珠 而楚越的那颗阴阳命珠 自身就已经具备满月级别 楚风弟弟 你这是做什么 楚越看着自己手中 这颗以为满月的阴阳命珠 很是诧异 我想挑战一下 那个最高级别的阴阳命珠 楚风说道 楚风弟弟 你是说 日月急 楚越很是吃惊 是的 楚风点了点头 听得此话 楚越已是从满眼吃惊 变成了满脸吃惊 他真的是无法淡定了 之前 这满月级别的 他想都不敢想 但真是没想到 楚风的目标 竟是日月级 不过 若想挑战日月级的阴阳命珠 我就必须将之前所融合的力量 全部抽离 但我也不能确定 是否可以成功 所以刚好将所有力量 融入你的那颗阴阳命珠之中 这样一来 就算是失败了 也无妨 楚风说道 原来是这样 楚风弟弟 你可真是厉害 常人融合出满月级的 就已经感觉不可思议 你竟然还要挑战日月级 楚越说道 人生在于挑战 总不能满足于眼前吧 楚风淡淡地笑道 对 楚风弟弟说得极是 那楚风弟弟 你挑战日月级的阴阳命珠 需要我帮忙吗 楚越问道 你的那颗阴阳命珠 已是满月级别 很难再发力 所以根本没办法帮我 楚越姐 你先回去吧 接下来的 我自己便可以 楚风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便不打扰楚风弟弟了 楚越甜甜一笑 随后便转身离去 只是 当楚越离开之后 女王大人却是忽然开口 道 楚风 我怎么觉得楚越的笑容 有点不对劲 淡淡 你也察觉了吗 楚风问道 准确来说 本女王觉得 她这两天都有点不太对劲 但是我怕你觉得 本女王多想 便没有说 女王大人说道 其实我也察觉了 楚越这段时间 该问的不问 不该问的 却问个不停 总感觉似是别有所图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多想了 楚风说道 当然不是多想 因为本女王也察觉到了呀 女王大人说道 嗯 楚风有些无语 你个蠢货 你既然察觉了 你还把辛辛苦苦融合出的 满月级别力量 全部融入到她的阴阳命株之内 你就不怕到时候 她不给你融合吗 女王大人怒问道 怕什么 满月级别而已 而我的目标 则是日月级 楚风说道 那么日月级 你有多少把握 可以做到 女王大人问道 如果是在融合出满月级之前 我只有三成的把握可以做到 但现在 在成功融合出满月级别之后 我的这颗阴阳命株 已经有了质的变化 由它来重新融合 挑战日月级别阴阳命株的话 我敢说 我有十成把握 楚风说道 本章完 第2988章 最恨叛变者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就算如此 那如果楚越那丫头 真的玩了什么猫腻 那颗满月级的阴阳命株 也未免太便宜她了 女王大人说道 虽然她近来的确不对劲 但我觉得 她应该不会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倘若 真的做了什么对我不利的事 那我楚风也绝对不会放过她 包括那颗阴阳命株 她也占不到一丝的便宜 楚风说道 此话怎讲 女王大人一脸的好奇 根据我这两日 对阴阳命株的了解 一颗阴阳命株 难以承受满月级的力量 除非有特殊的手段化解 否则支撑不了多久 便会碎裂 可哪怕以手段化解 也只是短暂性的 并不能永久性 倘若楚越并无其他行思 那我自然会保她安宁 这是分内之事 但她假如真的心生邪念 忘恩负义 帮她人来对付我的话 倒霉的 可绝对不会是我楚风 而是她自己 楚风画到此处 目光变得无比的狠了 那是少有的狠色 对于背叛自己之人 楚风极为痛恨 时间非是 不经意间 又是一日时间过去 如今已经到了九月神域开启的日子 楚风等小辈 在诸位长老的引导下 提早便来到了九月神域所在的位置 此刻 这里乃是一片茫茫草原 一眼望去 除了随风而动的青涩之外 根本看不到任何建筑 可是任凭是谁都知道 这里便是九月神域所在的区域 当那虚空之上 九轮明月高挂之际 便是九月神域出现之时 只是身在此处 楚风并没有看到楚宣正法 也没有看到楚清 因为九月神域很大 并且开启之后 会有多个入口 不同的入口进入其中 便是不同的领域 而不同的领域 则适合不同境界的人去修炼 九月神域开启 绝对不止是楚氏天族小辈的修炼圣宴 而是整个楚氏天族的修炼圣宴 基本上除了太上长老级别的存在 都可以进入其中修炼 包括楚宣正法这种年纪轻轻 却已然踏入尊者境的人 也包括 已然不再是小辈 却仍是真先进的人 不过 也正因为九月神域太大 所以楚宣正法 以及楚清等人修炼的入口 与楚风等小辈的入口 皆是不同 所以他们也注定 不可能出现在一起 不是说就要开启了吗 可是此刻明明是白天啊 女王大人不解地说道 她早就听闻 每到夜晚 这片草原的上方 便会出现至少三轮明月 并且也会不定地变化 而当草原上方出现九轮明月的时候 便是九月神域出现的时候 只是 那是夜晚 现在 却是白昼 据说九月神域很快就要出现了 可能此次不同 会在白天出现 楚风说道 可是 白天怎么会出现月亮 女王大人有些不解 呼 忽然 草原上风力变强 如刀刃一般 将青草斩断 随风而起 漫天的青草 如雨一般飞舞 原本明朗的虚空 也是变得昏暗 明明上一刻 还是万里晴空 可是眼下 却已晚如深夜时分 明日不见 能够看到的 唯有一轮圆月 这轮圆月很大 仿佛近在咫尺 伸手就能触碰到一般 并且很圆 也很明亮 明明是深夜一般 可是大地上的一切 却都是清清楚楚 很快的 又有一轮明月出现 紧接着第三轮 第四轮 第五轮 眨眼之间 已有八轮巨大的月亮 挂于天际之上 此一刻 大地被照的通亮 简直比白天还更耀眼 可是诡异的是 大地被照样地胜过白昼 可是虚空之上 却仍漆黑一片 唯有八轮明月 绽放着光滑 就仿佛 那漆黑的虚空 在衬托着这八轮明月的光滑一般 一切 这样的不合常理 好神奇的景观 望此情形 就连女王大人 也是目露惊叹 一双美眸之中 流露出难得的喜悦与喜欢 天下美女 皆爱美景 看来女王大人 也难逃其中 是很神奇 望此美景 楚风的心情 竟也随之开阔起来 同时目光之中 也有惊叹之容 她身为戒灵师 对幻象最有研究 眼前的一切如此的不真实 可楚风却寻找不出幻象的痕迹 就仿佛这就是真的一般 可假如这就是真的 那又怎能说她不神奇 第九轮明月要等一段时间 可是当第九轮明月出现的时候 便是九月神愈出现的时候 九月神愈出现 只有九日时间 九日之内 无论收获如何 你们都必须从中出来 否则被困其中 必死无疑 你们明白了吗 就在此刻 一位长老高声说道 明白 在场的小辈 同时说道 明白便好 你们两人一组 做好准备吧 那位长老说道 那位长老此话一说 原本分散战略的人们 纷纷走到了一起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 便是楚洛诗和楚志渊这一对 之所以引人瞩目 是因为早有传闻 说楚洛诗和楚志渊 融合出了半月级的阴阳命珠 若是姐 听闻你和志渊哥融合出了 半月级的阴阳命珠 不知真假呀 有好奇心强的年轻女子 走到楚洛诗身旁 笑眯眯地询问起来 志渊 可以吗 楚洛诗对楚志渊问道 就如同他们二人 乃是楚志渊做主一般 不过对于这一幕 人们倒也不意外 这么多年 他们早习惯了 他们不知道 楚志渊到底给楚洛诗 使用了什么药 但高高在上的楚洛诗 在楚志渊面前 的确小鸟一人 这真是令人处事天足的男子们 羡慕坏了楚志渊 反正要公开的 不在于早晚 楚志渊淡淡一笑 说话间便自乾坤代内 取出了他的阴阳命珠 而楚洛诗 也是取出了自己的阴阳命珠 二者的阴阳命珠放到一起 内部便同时产生变化 很快的 在那两颗阴阳命珠内 皆是出现了半轮明月 那的确是半月级的阴阳命珠 竟然真的是半月级 太厉害了 看到楚洛诗与楚志渊手中的阴阳命珠 众人惊叹不已 毕竟楚世天足历代以来 能够融合出半月级阴阳命珠的人 总共才三组人 而楚洛诗与楚志渊 将成为第四队 想必也是今日唯一一队 不 不止 当今楚世天足的小辈天才 可不止楚洛诗一个 还有楚桓语 楚浩岩 楚灵溪 以及楚风 此刻 人们最先将目光 投向了楚灵溪和楚桓语 毕竟这两位天才 强强联合 想必一定取得不小的成就 想都别想 本姑娘 没兴趣特意给你们展示 楚灵溪冷漠地说道 她这样一说 人们顿时兴趣全无 于是便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与楚月 虽说 楚月和楚灵溪不是一个级别 可是有楚风这个 逆天级别的天才在 人们对于他们二人 仍是充满了期待 毕竟楚风 现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 创造奇迹的人 人们都觉得 也许凭借她一己之力 就能凝聚出半月级的阴阳命珠 也说不定 扑 可就在这时 却有人嘴巴一张 一大口鲜血 喷洒在了身前的草地之上 随后那位竟然身子一栽 昏死在了此处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所有人都是面色大变 本章完 第2989章 楚月的背叛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忽然一人 吐血倒地 所有人都是心中一锦 因为那也是 楚氏天族的族人 也是此次进入 九月神域的小辈之一 并且 她还具备着一定的名气 虽然不如楚灵溪和楚洛师 但在楚氏天族 甚至整个大千上界 都可以说得上是 名声赫赫的一位天才及小辈 否则 她也不可能 获得和楚浩炎 一同融合阴阳命珠的资格 只是她此刻忽然这般 又是怎么回事 是中毒了 此等情况下 早有长老上前查探情况 此刻更是给出了这名女子 吐血昏死的答案 中毒 好端端 怎会中毒 众人心中不解 一阵恐慌 在人群扩散 如何中毒 只能待她苏醒才知 只是此毒不会危及其性命 可是想要彻底解毒 却也需要一定时日 她怕是无法参加此次九月神域的修炼了 那位长老说道 死 此刻 许多人倒吸一口凉气 其他时候都没事 偏偏这个时候有事 人们只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 有人故意坑害她 一时之间 许多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几个人的身上 那都是女子 且实力也是不错 之所以看他们 那是因为这几人 与那位中毒者 有仇 所以那位中毒 人们最先想到的投毒者 便是他们几个 喂 不要看我 我可什么都没做 浩炎哥哥 此事真的与我无关 面对众人的目光 那几人赶忙开口解释 甚至还有人专门向楚浩炎解释 那位毕竟是楚浩炎的搭档 他出了问题 楚浩炎也要出问题 这可不仅仅是要面临重新找搭档的难题 甚至可能关系到阴阳命珠的级别 而他们几个之中 任凭是谁 都不想惹上楚浩炎 这件事 我自会调查 不过现在 我更需要一名新的搭档 可有谁愿我楚浩炎 一同进入九月神域 楚浩炎冷漠地说道 对于那名中毒女子的死活 他简直毫不在意 他眼下所在意的 乃是自己新的搭档 而楚浩炎此话一出 在场便立刻有不少女子 动了心思 甚至很快地便有人站出来 说要放弃之前的搭档 想与楚浩炎一同搭档 在第一个站出来之后 便立刻又有人站出来 只是眨眼的功夫 竟然有七个人 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搭档 想与楚浩炎一同搭档 可是哪怕如此 楚浩炎却并未作声 他竟然还在挑选 想挑选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这楚是天族的人 果然势力 好歹也是之前一同修炼过 居然这么轻易地 就能抛弃伙伴 唉 看来你们这个家族 根本没什么人情未可言 全部都是自私自利 利益至上之辈 见此一幕 女王大人撇了撇嘴 其中略带鄙视之意 看得出来 女王大人对于那些 见离忘义 背信弃义者 也是非常的厌恶 楚风弟弟 楚岳妹妹 方便让我们提前看一下 你们所融合的阴阳命珠吗 就在此刻 一道温柔的声音忽然响起 原来是先前 请求楚洛师展示阴阳命珠的那位女子 而她这一开口 人们又都将目光 投向了楚风与楚岳二人 看来 相比于谁会成为楚浩炎的新搭档 人们更好奇 楚风和楚岳 究竟融合出了什么级别的阴阳命珠 对于那名女子的要求 楚风面带微笑 并无抗拒之意 可是楚岳却是神色冷漠 忽然看向了此处 一位级别最高的长老 道 抱歉 长老大人 我不想与楚风一同进入九月神域了 什么 楚岳此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 包括那些长老们 全部都是一脸的吃惊 楚岳 居然说她 不想与楚风一同进入九月神域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莫非她是疯了吗 可是 相比于他人 楚风倒是平静得很 不过 也没有人注意到 楚风将那已经准备张开的手掌 又默默地收了回去 那其中 藏着楚风的阴阳命珠 楚岳妹 怎么了 为何你说 不想与楚风弟弟 一同进入九月神域了 此刻 倒是楚若师率先开口 想要一探究竟 我想与楚好言搭档 楚岳说道 这 楚岳此话一出 人们顿时又是一惊 但随后又是恍然大悟 搞了半天 楚岳也是想要抱楚好言这条大腿 所以才想要推开楚风 可是 人们虽然明白了楚岳的打算 却根本无法理解楚岳的做法 他人这么做 人们都能理解 可是唯独楚岳这么做 人们不能理解 先不说 楚风本就是一条大腿 楚岳根本无需这么做 最重要的是 任何人都可以这么做 可是唯独楚岳不能这么做 要知道 若是没有楚风 楚岳可是连进入九月神域的资格都没有 楚岳现在这么做 这简直就是背信弃义啊 这个丫头 果然有鬼 只是没想到 她居然被楚好言收买了 楚好言那般对她 她居然为了楚好言背叛你 让本女王出去 我现在就宰了这个忘恩负义的臭丫头 女王大人气得小脸通红 一双小拳头 握得越来越紧 尽管对于楚岳的背叛 她与楚风皆是早有预料 但是这个时刻真的到来之际 女王大人 还是无法抑制自己的怒火 算了 留她活路吧 留她活路 对她来说 才是最痛苦的事 楚风说道 啊 对于楚风这种说法 女王大人则是有些不解 她会这么做 无非是因为她觉得 投靠楚好言 对她来说更有利 但是 她早晚会知道 她今日所做出的选择 是多么的愚蠢 待她自己明白这一切的时候 她才会后悔 而那个时候 她将陷入真正的痛苦 涌现其中 楚风淡淡地说道 她不仅没有表露一丝怒意 反而可以从容地发笑 这样的楚风 简直冷静地可怕 虽然总觉得 你是有故意放水的嫌疑 但是本女王却也想看看 这个家伙后悔的嘴脸 就依你所言 饶她一命吧 女王大人 勉强地点了点头 楚月妹妹 你这是为哪班 楚风弟弟那么帮你 你怎可离她而去 楚若师目录怒意地说道 与此同时 许多人都向楚月 投去了鄙夷的目光 似乎任凭是谁 都不喜欢这种 忘恩负义之徒 尤其是楚风为楚月所作 人们都看在眼里 楚风为了楚月 不惜与楚浩颜为敌 可是楚月竟然在这种 关键时刻 这么对待楚风 实在是太过分 本章完 第2990章 神域开启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对于今日一幕 楚月似乎早有准备 可是面对众人不爽的目光 以及低声斥责 楚月也是冷汗连连 连郊躯都在微微颤抖 可哪怕如此 她还是坚定地说道 若师姐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 楚风弟弟待我不薄 我楚月毕生难忘 只是今日 我更想与楚浩颜搭档 而这 便是我楚月今日的选择 什么 竟然真的投奔了敌人 楚月一番话 使得人群再度炸开了锅 对于楚月来说 如果楚风是恩人 那么楚浩颜就是绝对的仇人 当日 九月神域资格选拔的时候 楚浩颜难为楚月的事 许多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现在楚月忘恩负义 抛弃楚风也就算了 竟然投奔了楚浩颜这个 当日难为他的人 人们真的是猜不透楚月的心思 尽管 楚浩颜是楚氏天族当今最强天才之一 他的爷爷更是楚氏天族太上长老 可是楚风如今的天赋 已经显现 这是一个潜力无限之辈 并且 楚风对楚月更是无可挑剔的好 楚月因楚浩颜而抛弃楚风 这在许多人看来 都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都闭嘴吧 楚月的选择有错吗 莫非你们觉得 我楚浩颜不如楚风 人们议论纷纷之际 楚浩颜却是怒吓一声 他这一声怒吓 宛如一道命令 让那些议论纷纷之人 皆是闭上了嘴 尽管如今 在许多人看来 楚浩颜的确就是不如楚风 可是却没人敢真的说出来 至少不敢当着楚浩颜的面说出来 只因楚浩颜的爷爷 楚浩颜在楚世天族的能量 就依然不容小觑 楚月 你就与我一同进入九月神域吧 楚浩颜对楚月说道 楚浩颜这一开口 楚月毫不犹豫地 便走到了楚浩颜的身旁 而此刻 楚浩颜则是一脸的得意 看着楚风说道 楚风 真是不知道你背地里 对楚月做了什么 居然让他不敢与你一同进入九月神域 对于楚浩颜的挖苦 楚风则是淡淡一笑 说道 我做过什么 在场之人都清楚 是我楚风 从你楚浩颜的手中 为楚月拿到的 进入九月神域的资格 这便是我对楚月做的 换句话说 若不是我楚风 你现在也不可能和楚月在一起搭档 楚风说道 楚风此话一出 楚月连头都不敢抬 他似乎也觉得没脸了 而这种情况下 楚浩颜则是目露怒意 楚风这话 简直就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可是楚浩颜眼中的怒意 一闪而逝 他并未爆发 而是冷声说道 楚风 我觉得你眼下耍这种嘴皮子 没什么意义 你还是先找一个搭档吧 否则你连进入九月神域的资格都没有 但我相信 凡是明眼之人 都不会选择你 楚浩颜这最后一句话 说得非常的重 而在这句话落下之后 在场的许多女子 皆是目光移动 在那一刻 他们同时收到了楚浩颜的暗中传音 那是在威胁 在威胁他们 不许他们和楚风进行搭档 这种情况下 那些原本想放弃自己搭档 投奔楚风的人 也都是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 虽然楚风潜力无限 可是毕竟有爷爷撑腰的楚浩颜 现在势力更强 没人愿意在这种时候 得罪楚浩颜 因为楚浩颜 完全可以在楚风还未崛起之前 就将支持楚风的人给弄死 原来这就是你的计划 让我无法进入九月神域对吗 为此 你不惜给自己的伙伴下毒 楚浩颜 你还真是够毒的 楚风意味深长地看着楚浩颜 原来 是楚浩颜下的毒吗 非常有可能啊 这一切 好像是早就计划好的 人们被楚风的话所提点 忽然觉得这一切 的确像是早有预谋 而这场预谋所针对的人 就是楚风 楚风 说话讲证据 若无证据 你可不要含血喷人 楚浩颜指着楚风说道 究竟如何 你心中清楚 楚风淡淡一笑 随后看向楚月 说道 楚月姐 你心中 也清楚吧 楚风此话一说 楚月顿时身体一颤 楚风 怎么 拿不出证据 就要施加威胁了吗 楚浩颜冷声问道 且说完此话 静一把将楚月揽入怀中 以一种无比温柔的语气说道 莫怕 有我在这里 他楚风伤不到你 楚风啊 楚风 不是我说你 威胁一个姑娘 这可的确不是男儿的作为啊 而就在这时 竟然又有一道讽刺的声音响起 是楚还宇 要问在场之中 最恨楚风的人是谁 人们一定会想到楚浩颜 可是唯有一些老一辈的人才知道 最痛恨楚风的 乃是楚还宇 楚还宇的父亲 楚空同荡日禁地内 羞辱老猿猴 破坏楚风甲坟 遭到楚风父亲的惩罚 现如今 几乎成为了一个废人 正所谓 复仇子报 楚还宇发誓要为妻夫报仇 发誓要杀了楚轩元 包括楚风 正因为对楚风那浓浓的恨意 所以只要抓到机会 楚还宇都要羞辱楚风一番 哪怕他明知道 错的人可能不是楚风 看看看 总算有明眼人站出来了 楚风啊 楚风 看来不仅我楚浩颜 看透了你的虚伪啊 见楚还宇把自己说话 楚浩颜的气势更浓 那张恶心的嘴脸 就仿佛他的计谋 已然真的得逞一般 哼 只不过 对于楚还宇和楚浩颜的讽刺 楚风却是回忆一笑 并且笑得 是那么的不以为然 嗡 而就在这时 这片大地变得更加的明亮 虚空之上 竟然又出现了一轮明月 九月同线 九到明月同时出现 这放大地 也是开始隆隆作响 很快的 一片耀眼的白色光滑 在前方那茫茫草原浮现 连绵数万里 几乎覆盖了视线 所能看到的一切 而当那白色光滑消散之际 在楚风等人的前方 已然不是一望无际的青涩草原 而是一片连绵到天际的浩瀚建筑群 这建筑群看上去有些破旧 可却有一种神圣的气息 自其中传来 让人们看到它 便会心生敬畏之情 九月神域 终于出现了 看到九月神域出现 许多人都是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 变得激动无比 嗡 而就在这时 一道道大门 开始不断地自九月神域之中出现 正对着人们的 乃是一道刻画着阴阳图案的大门 不用他人说 人们便皆是知道 那应该就是阴阳之门 本章完 第2991章 传说日月集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阴阳之门将要开启 你们做好准备吧 楚世天族的长老说道 这一刻 早就搭档好的人们 靠得更近了 并且也各自 拿出了自己的阴阳命珠 紧紧地握在手中 他们只等待阴阳之门开启 便可进入其中修炼了 只是 在这兴奋与紧张的等待之中 人们还会时不时地看一眼楚风 此刻 唯有楚风孤独一人 而众所周知 一个人是没办法进入阴阳之门的 难道说 楚风这样一个天才 就真的要这样 失去进入阴阳之门的机会吗 楚风 看来此次九月神域的修炼 注定要与你无缘了 只是相比于这个 我更好奇 整个楚世天族 与你最亲近的楚月 究竟为何要离开你呢 到底是楚月忘恩负义 还是说你楚风 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哪怕连楚月都迫切地想要远离你 楚环宇看着楚风 冷嘲热讽地说道 楚风眼下这般境地 许多人都感到同情 但唯独他与楚浩言 恨不得让楚风一蹶不振 谁告诉你 楚月是楚风在楚世天族 最亲近的人 可就在这时 一道灵动的声音 却是忽然响起 这道声音响起 所有人都是目光一动 因为那位说话之人 乃是楚环宇的搭档 楚灵溪 灵溪妹妹 看着身旁的楚灵溪 楚环宇有些猝不及防 同时也有些发慌 他似乎预感到 楚灵溪在这个时候开口 有些不妙 而看着楚环宇那发慌的目光 楚灵溪的嘴角 却是露出了古灵精怪的调皮笑容 说道 其实本姑娘 与楚风才是最亲近的人 所以啊 我怎么可能 让她孤独一人呢 话罢 楚灵溪便转过身去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走到了楚风的身旁 随后竟然一只小手 揽住了楚风的胳膊 对众人说道 今日 我楚灵溪与楚风搭档 这一刻 在场之人 皆是目瞪口呆 楚环宇傻了 楚浩炎更是傻了 她真是没想到 她楚心积虑所设计的一切 虽然得逞了 但是楚灵溪竟然会站出来 这根本就不符合 楚灵溪以往的形式风格啊 这根本就不是 她所认识的那个楚灵溪 向来高傲的楚灵溪 怎么可能主动与楚风站到一起 并且还 还揽住楚风的胳膊 做出如此亲密的举动 事实上 当楚灵溪做出这个举动之后 不止旁人傻眼了 就连楚风都傻眼了 哪怕是她也没有想到 当她被楚约背叛 当她孤身一人之际 楚灵溪会站出来 帮她 龙龙龙 就在这时 轰鸣之音再度响起 那阴阳之门 正在缓缓开启 阴阳之门已然开启 取出阴阳命珠 准备进入其中 楚是天族的长老高声呼道 这一刻 大部分人都是张开手心 与对方融合阴阳命珠 楚月 你这 而这一刻 楚浩妍竟然发出一声惊呼 楚浩妍这一声惊呼 顿时引来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天哪 楚月手中的阴阳命珠 而当人们看向楚月手中的阴阳命珠之后 无意不是神色大变 因为楚月手中的阴阳命珠 可是满月级 满月级的阴阳命珠 并且无需融合 只是一颗就做到了这种级别 此刻 就连楚洛师也是无法淡定了 他费尽心思 才融合出半月级的阴阳命珠 可是楚月 自己竟然就拥有满月级的阴阳命珠 这让他难以承受 楚月 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此刻就连在场的许多长老都走到楚月身前 对楚月询问起来 这是楚风弟弟弄的 对于众人的询问 楚月倒是并没有隐瞒事实 楚风 这一刻 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 这个楚世天族之前都无人融合出的级别 竟然又与楚风有关 楚风 你是怎么做到的 楚灵溪对楚风问道 很简单 只是将我那颗阴阳命珠内的所有力量 都推送到楚月那颗之中 便可以了 楚风说道 原来是这样 不对 这么说来 你的那颗阴阳命珠 岂不是空的 楚灵溪脸色大变 这一刻 在场的所有人 也都是脸色大变 随后 都为楚风感到不值 楚风这可真是亏大了 辛辛苦苦 融合出了 从未有人融合出的 满月级别的阴阳命珠 可是现如今 那颗满月级别的阴阳命珠 却成为了他人的嫁衣 而他自己 却只剩下了一颗 毫无力量的阴阳命珠 这也实在太惨了一点 楚灵溪 你看看 我这颗阴阳命珠 就在此刻 楚怀宇忽然张开手掌 看到楚怀宇掌心的阴阳命珠 人们也是顿时传来一阵惊呼 虽然楚怀宇的阴阳命珠 远不如楚月手中的那颗 可是力量也是 非常的强横 楚灵溪 你与我搭档 定能融合出 半月级的阴阳命珠 可是 你与楚风搭档 怕是连强心级别都无法融合 你现在若要回头 可还来得及 楚怀宇说道 原来 他这样做 是想挽回楚灵溪 不好意思 本姑娘从来就不看重这些 只是可惜 哪怕楚怀宇展示了自己的阴阳命珠 楚灵溪却依旧不为所动 不过楚风 我还是不得不说你 你是傻吗 好端端的 你把自己的阴阳命珠内的力量 都推送给楚月干嘛 现在好了 楚月离开了你 你什么都没了 你说你 是不是傻 我简直没见过 比你还蠢的人 楚灵溪有些埋怨地看着楚风 但更多其实是心疼 而对于楚灵溪的问题 所有人都想知道答案 楚风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把自己阴阳命珠内的力量 都转移到楚月手中呢 很简单 因为我另有目的 楚风说道 另有目的 什么目的 楚灵溪问道 为了她 楚风说话间 张开了自己那一只紧握的手掌 天哪 那是 这一刻 在场之人 无意不是唐木结舌 目瞪口呆 无论老少 在他们的眼中 都涌现出了无比震惊之色 因为楚风的掌心之中 乃是一颗阴阳命珠 而那颗阴阳命珠内 可以清晰地看到 日月两道光芒体 那竟是 阴阳命珠中最高的级别 传说中的 日月集 本章完 第2992章 悔恨的楚月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那其中 既是太阳与月亮 莫非这是传说中的日月级别 此刻 楚世天族的几位长老 皆是来到了楚风身前 仔细地打量着楚风手中的阴阳命珠 他们在反复确定 因为他们不敢相信 楚风真的融合出了 日月级别的阴阳命珠 毕竟 那可是传说级别的阴阳命珠啊 不用看了 这不是日月级别 还会是什么 楚灵溪如同看待弱智一般 看待那几位长老 在他看来 那阴阳命珠 就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这些长老还这样问 简直就是智商有问题 当然 在场之中 敢向那些长老 投去这等鄙视目光的 也就这楚灵溪感了 死 而一番震惊之后 阵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则是不断传来 莫说小辈们了 连在场的长老们 看向楚风的目光 也是充斥着一丝敬畏 修炼自伐玄公 修炼的乃是传说中的神伐玄公 身为戒灵师 乃是戒灵师之中 最强的修罗戒灵师 登天雷台 唤醒了传说中的天雷台第十重 就连融合这阴阳命珠 竟然也融合出了 传说中的日月级别 这楚风 还是人吗 楚环宇 楚浩炎 楚洛施 楚灵溪等人 一直以来被誉为 楚是天族的天才 可是与楚风相比 简直是不值一提 何为妖孽 想必这才是真正的妖孽吧 咔嚓 可就在这时 一声碎裂之音 忽然响起 眼下 人们都沉浸于 楚风融合出了日月级 阴阳命珠的震惊中 根本没有注意到 那一声轻微的碎裂之音 可是 楚月却是神色大变 因为那碎裂之音 传自于他的掌心 是阴阳命珠 是他手中的阴阳命珠 出现了裂痕 长老大人 惊慌之余 楚月赶忙惊呼一声 随后更是拖着手中的阴阳命珠 跑到几位长老身前 无比慌张地求助道 长老大人 您看 我这阴阳命珠 是怎么了 这是 楚月这般呼喊之下 人们想不注意到 他都是不行 而眼下 当人们看到 他手中的阴阳命珠之后 也皆是目光一致 眼中充满了惊奇 这好端端的阴阳命珠 怎么会忽然出现了裂痕 咔嚓 咔嚓 而就在这时 那裂痕则是越来越多 很快便布满了那阴阳命珠 长老大人 我这阴阳命珠是怎么了 您快帮帮我 眼看着那阴阳命珠 就要碎裂开来 楚月急得直跳脚 嗯 这个 我来看一看吧 眼下 在场的长老也甚是为难 因为他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但毕竟是 负责此处的长老 遇到这种情况 他也不好不管 于是 只得伸出手去 接过那阴阳命珠 想要尝试处理一下 咔嚓 可就在这时 又是一道碎裂之音传来 下一刻 那阴阳命珠便彻底碎裂 化作到道气体 四散于空中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愣在了那里 有的人面露不解 有的人则是感到可惜 不管怎么说 那可都是满月级的阴阳命珠啊 就这样碎裂掉 实在太可惜了一点 然而 在众人不解之际 唯有楚风一脸的平静 他很清楚 这阴阳命珠为何碎裂 他原本可以布阵 解决阴阳命珠碎裂掉的问题 只是 现在的楚风 却根本找不到 要帮助楚月的理由 这种人 已是不值得楚风 再为他伸出援手 别看楚月看着柔弱 可实际上 却是一个真正的利益至上之辈 你对他再好 他也可以为了利益 抛弃你 真是没用 连颗阴阳命珠 你都护不住 此刻 楚浩颜发出一声冷哼 随后目光扫尸四周 问道 可有人愿意与我搭档 他这一开口 立刻便有人答应 而是到如今 楚浩颜也是没有了挑剔的心情 倒是随便选了一个 就与其融合阴阳命珠 可是 他这样一做 楚月却是傻眼了 他明明是因为楚浩颜 才背叛楚风的 楚浩颜也与他承诺 一定会保护他守护他 可是 怎么这才一转眼的功夫 楚浩颜就将他抛弃 与其他人做了搭档 那他之前为楚浩颜所做的一切 岂不是白做了 他因楚浩颜 放弃了楚风这棵大树 到头来只换来了 说被抛弃 就被抛弃的结果吗 长老大人 我这 楚月此刻双眼都红了 他看着那位长老 似乎想要一个说法 楚月 我也不知道 你这是怎么回事 看来你是没办法进入九月神域了 那位长老略显尴尬 但也显然不想 急于楚月什么说法 所以他立刻转移了视线 高声说道 阴阳之门已然开启 你们都快进去吧 不要耽误了时辰 他此话一出 哪里还有人停留在此处 早已融合了阴阳命珠的众人 纷纷向那阴阳之门内行去 此刻 楚浩颜眼见着楚灵溪 不会回心转意 倒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是也随便找了一个人 融合阴阳命珠 进入了阴阳之门内 至于楚风 则是在和楚灵溪 融合了阴阳命珠后 也向阴阳之门走去 楚风地点 就在楚风与楚灵溪 路过楚月身旁之际 楚月忽然开口 怎么 现在后悔了 怕是晚了哟 楚灵溪用那无比厌恶的目光 看着楚月 楚月早已泪如雨下 脸上更是不满悔恨之色 看上去是如此的可怜 有事 可是 哪怕楚月已是这般可怜 楚风的语气 却是无比的冷卧 比之当初温柔的态度 简直天差地别 面对这样的楚风 楚月则是身体一僵 她也是意识到 一切都回不去了 于是脸上的悔恨之色更浓 甚至都不敢再看楚风 而是低下头 低声说了三个字 对不起 对于楚月的这句对不起 楚风则是淡淡一笑 随后便带着楚灵溪 走入了那阴阳大门之内 唉 就在此刻 有一声轻叹响起 那是一名男子 他是因为自己的搭档 投奔了楚浩颜 所以失去了进入九月神域的资格 他来到楚月身旁 说道 本以为我被人抛弃 已经够可怜的了 不过看来你比我还可怜 但是楚月 我真是没有办法安慰你 话到此处 男子凑到楚月耳边 低声说道 因为你活该啊 哈哈 话罢 男子一阵大笑 便离开了此处 而楚月 更是浑身颤抖 心中的悔恨 如喷勃的火山一般 在浑身上下不断地扩散 活该 是啊 楚风 楚风待他那样好 他却背叛了楚风 他的确是活该 不用他人提醒 楚月自己心中也很清楚 只是 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本章完 第2993章 阴阳阵法图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楚风与楚灵溪 几乎同时穿越了那道阴阳之门 在穿越阴阳之门的一刹那 楚风眼前漆黑一片 就如同进入了一个混沌空间 那一刻 他只觉得 握在手中的阴阳命珠 化作一股热能 钻入了自己的掌心之中 很快的 楚风的眼前涌现光芒 而楚灵溪 就站在他的身旁 不仅是楚灵溪 楚若狮等人 也都在不远处 回头观望 还能看到 那道阴阳之门 只是除了阴阳之门外 四周的景象 已经不再是那片草原 这是一座大山之中 周围树木成片 远处山峰成群 所有的景物 都是如此的美好 不仅令人心旷神疑 仿佛身在此处 连自己都变得神圣起来 这里 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能够感染众人 楚风等人知道 他们已经进入了神之领域 嗡 就在这时 楚风注意到 不远处的楚若狮等人身上 都散发出了道道光滑 而那光滑 来自于他们的一只手掌 此刻 楚风的身上 也涌现出了光滑 而楚风身上的光滑 可比那些人的 要耀眼的多 楚风看向自己那先前 握着阴阳命珠的掌心 这才发现 阴阳命珠不见了 唯有一个日月模样的符咒 印在自己的掌心之中 是那个符咒 散发出了这道光滑 护在了她的周身 事实上 不仅是楚风的身上 闪耀着如此耀眼的光滑 楚灵溪 这个与楚风融合阴阳命珠的丫头 她的身上 也闪烁着与楚风相同的光滑 都说 根据等级不同 阴阳命珠所能发挥的力量也是不同 不知真假 楚灵溪打量着自己周身的光滑 笑眯眯地说道 看得出来 对于接下来要经历的事 她充满了期待 呼 可就在这时 远处的山脉之中 忽然出现了蓝色的雾气 那雾气有些诡异 就如同蓝色的气焰 一般在生腾 可又如浪潮一般在涌动 几乎眨眼之间 便淹没了数座山峰 自四面八方而现 直奔楚风等人而来 那个景象 就如同是千军万马 在向楚风等人发动围攻 是蓝焰爪气 若是被她接触到 灵魂都要被焚烧殆尽的 看到那蓝焰爪气 许多人都是目露恐慌之色 慌什么 咱们可是有灭焰珠的 楚若诗说话间 取出了之前唤醒的灭焰珠 这一刻 在场的人们 也都拿出了 他们之前唤醒的灭焰珠 只是哪怕灭焰珠握在手中 大部分人还是一脸的恐慌 他们并不能确定 这灭焰珠是否有效 可假如 这灭焰珠无效呢 那他们可就要倒大霉了 而就在这时 那蓝焰爪气已然靠近 宛如成群的虎豹 向楚风等人吞噬而来 这一刻 许多人吓瑟瑟发抖 但是 那来是凶猛的蓝色爪气 却在距离楚风等人十米之外 停了下来 看得出来 那蓝色爪气 还在努力地向楚风等人挺进 就像是有着深仇大恨一般 想要吞噬楚风等人 可是 却又仿佛有着一道无形的屏障 挡下了那蓝焰爪气 楚风试着离开了人群 独自一人向蓝焰爪气挺进 他发现 哪怕他走出人群 进入蓝焰爪气之中 蓝焰爪气 也始终会与他保持十米左右的距离 无法靠近 有用 这灭焰珠果然有用 我们安全了 这蓝焰爪气 伤不到我们 人们明白 楚风是在测试 而楚风测试的结果 也很是明显 他们眼见着灭焰珠有效 那悬着的心 也总算是落下了不少 只是 这蓝焰爪气 似乎没有退去的迹象 有它在 我们的 可是距离也太短了 这会大大影响我们 寻找宝物的进度 是啊 这可恶的蓝焰爪气 早不出晚不出 怎么偏偏在阴阳之门 开启的时候出现 尽管 凭借灭焰珠躲过一劫 可是这蓝焰爪气 仍是人们眼前最大的难题 楚风 大家都急得火烧眉头了 你怎么还是一脸平静 你这个家伙 到底是心里素质强大 还是根本就没掌心啊 楚灵溪眨巴着大眼睛 满是疑问地看着楚风 而这一刻 人们也是注意到 连楚若诗都眉头紧皱的时候 这楚风当真是一脸的淡然 就仿佛 他置身事外 此处的困境 与他无关一般 修武者的世界 向来是危险与机遇成正底的 越危险的情况 便有越大的机遇 这蓝焰爪气 给我们造成如此大的麻烦 我倒并不觉得 这是一件坏事 搞不好 还是一件好事 楚风说道 嗡 嗡 嗡 而就在楚风话音落下之际 楚风头顶的蓝焰爪气深处 竟然出现了道道光芒 那光芒很是诡异 明明蓝焰爪气出现之后 周围的景物都被彻底掩盖 可是那光芒却是非常的清晰 光芒越来越多 就如同星辰一般 出现在了楚风等人的上方 那宛如星辰一般的光滑 相互交错 美丽至极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乃是一座阵法图 那是 阴阳阵法图 此刻 有人惊呼出声 当真是阴阳阵法图 而那位此话一出 许多人都是面露担忧之色 不会错了 这的确是阴阳阵法图 楚若诗给了大家肯定的答复 这 这也太倒霉了吧 看到那阴阳阵法图 许多人面露绝望之色 灵溪妹妹 这阴阵阵法图 有何寓意 楚风对楚灵溪问道 阴阵阵法图 其中蕴含着阴阳之门内 最大之宝藏所在位置 只要破解此阵 便可寻得宝藏所在之地 楚灵溪说道 这不是好事吗 为何大家不惜反忧 楚风问道 因为这阴阳阵法图出现后 阴阵之门内的其他宝物都会消失 除非破开这阴阳阵法图 找到此处最大的宝藏 否则 将一无所获 而目前为止 这阴阵阵法图曾出现过多次 但却根本没有人 能够破开这阴阵阵法图 因为它与戒灵之术无关 与修武之法也无关 简直就是一个不可破解之谜局 楚灵溪说道 原来是这样 楚风终于知道 为何大家如此苦恼了 楚风弟弟 看来这次你错了 伴随蓝宴找气而来的 并非更大的机遇 而是更大的灾难 楚若诗说道 他这话说得虽然平淡 但却有着几分讥讽之意 那可未必 楚风淡淡一笑 未必 那阴阵阵法图 就在头顶之上 有他在 我们什么都找不到 注定要空手而归 楚若诗说道 可是 只要破开这阴阵阵法图 不就可以得到此处 最大的宝藏了 楚风说道 这阵法图 历代前辈都无能为力 你觉得你能破开 楚若诗问道 不能保证 但可以一试 楚风此话一出 人们皆是神色一变 就如同看到了希望一般 虽说 楚风此话说的有所保留 但是人们 在楚风看到的 却分明是绝对的自信 本章完 第2994章 修怪我不客气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 地点 你有几成把握 楚若诗问道 八成吧 楚风说道 八成 你可真是吹牛不打草稿啊 然而楚风此话一说 却立即引来了 楚浩炎 与楚还宇的讥讽 可能是因为打心眼里反感楚风 所以他们 根本就不觉得 楚风能够破开这阴阳阵法图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楚风所说的八成 仍是有所保留的 若非要说的话 楚风至少有九成把握 可以破开这阴阵阵法图 不过 楚风并没有与他们过多的解释 而是分别看了楚浩炎与楚还宇一眼 道 你们若不想一无所获的话 最好闭上你们的嘴巴 莫要打扰我 寻找解读之法 与破阵之法 你这家伙 竟敢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 你以为你是谁 楚风这样一说 顿时激起了楚浩炎 与楚还宇的怒意 可是他们话还未说完 楚若诗便开口了 两位 你们进入此处 应该都是奔着增进修维尔 而来 眼下的情况 近乎死局 楚风弟弟是唯一能破死局者 你们就不要捣乱了 楚若诗 你也知道 这阴阳阵法图 与戒灵之术无关 与修武之法无关 历代那么多前辈 都无法破开这阴阳阵法图 你真的觉得 他楚风能破得开这阴阵阵法图 楚浩炎很是不爽地问道 能否破开是一回事 可是至少此刻 我们之中 唯有楚风弟弟一人 敢去破这阴阵阵法图 楚若诗说道 听得此话 楚浩炎眉头一皱 可是很快 他又神色一变 他似乎悟了 楚风自打回到楚氏天族 就风头尽出 几乎做到了 他们所做不到的所有事 可是 这阴阵阵法图的难度 却是非常之高 该怎么解读他 都没人知晓 就更别说要怎么破解他了 若是他们放任楚风出手 楚风也多半徒劳无功 那样一来 其实他们并不会损失什么 可是楚风的锐气 则将受挫 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也将下降 所以 他倒也是不再多说 而是站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楚还宇 也是如此 眼下 所有人都不愿打扰楚风 一时之间 这片天地安静得很 楚风也是得以 专注地思考起来 没错 若想破解这阴阳阵法图 思考最为重要 只要思考出解读之法 自会寻出破阵之法 而楚风这一看 便是一个时辰 在此期间 楚风一动不动 连眼睛都未曾眨过一下 真的就如同石化了一般 凝望着上空 楚若是 你也看到了 可不是我不给这楚风机会 只是一个时辰过去 他却毫无头绪 依我看 他根本就不知道 该如何破解这阴阳阵法 一个时辰之后 楚浩岩终于按耐不住 开始伺机挖苦楚风 看来有人 非常希望我失败呢 可是楚浩岩话音刚落 许久未动的楚风 却忽然动了 只是 我怕是又要让你失望了 楚风看着楚浩岩说道 楚风地点 莫非你找到了解读 这阴阳阵法图的方法 楚若师赶忙问道 我已经知道 该如何破解这阴阵阵法图 楚风说道 楚风弟弟 此话当真 楚风此话一出 莫说楚若师 在场的大部分人 都是目露期待之色 我接下来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关系到能否成功解开这阴阳阵法图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 牢记我所说的话 因为若想破此阵 我们在场的每个人 必须联手才行 楚风说道 随后 楚风便当着众人面 说出了破解阴阳阵法图的方法 其实 楚风所说的方法 是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下达了指令 给他们分布了任务 简单地说 这阴阳阵法图 就是为在场的小辈所设计 所以 若想破解这阴阳阵法图 就必须每个人都 参与到其中才行 而对于楚风所说的话 其实人们也都是半信半疑 尤其是楚浩岩与楚桓宇 起初更是不屑于 听命于楚风的指令 只是奈何 他们也都想得到此处的宝藏 哪怕是半信半疑 碰碰运气 他们也想碰上一遭 为了共同的利益 他们倒是真的按照楚风的指示 乖乖地去做了 当人们离开之后 楚风却是并未离开 他盘膝坐下 凭借武力与结界之力 两种力量 交织而成 不止一阵 这阵 似是一个世界 可是这世界内 却是空空如也 但是很快的 这世界内 便闪烁出光滑 成了 淡淡 看到没 我所解读出的 破阵之法有效 楚风甚是喜悦 哪怕只是预料之中 可是当真的成功之后 仍是难以掩饰 自己激动的心情 楚风所布阵法内 不断地有光滑浮现 而没有一道光滑涌现 便说明 有一个人成功地完成了 他所布置的任务 最终 所有人都完成了 楚风所布置的任务 并且很快的 人们 也都回到了此处 楚风地点 你说的竟是真的 按照你所说的方向前行 按照你所说的方法召唤 我竟然真的寻得这面旗子 当人们回来后 大部分人都是兴奋的 并且他们手中 还都举着一面 宛如光芒凝聚而成的旗子 那旗子虽然不大 却是灵性十足 宛如能够指挥万物 但是 并不是所有人的手中 都有这面旗子 如楚桓宇 楚浩炎 包括楚洛师 楚之渊 他们归来的时候 手中并没有旗子 乃是空手而归 麻烦大家 把你们手中的旗子 全部交给我 唯有将旗子 融入阵法之内 才能寻得宝藏所在之地 楚风开口说道 他这一开口 大部分人都并未犹豫 便将手中的旗子 交给了楚风 而楚风催动手中阵法 那旗子便被吸入阵法之内 只是 仍有一小部分人 没有将自己的旗子交出来 别藏了 我知道你们也都有 交出来吧 楚风看着楚洛师 楚桓宇等人说道 哼 我们为什么要交给你 万一把这些都交给了你 你丢下我们 独自去找宝藏怎么办 楚浩炎问道 而他此话一出 许多人都是目露担忧之色 尤其是那些 已经将旗子交给楚风的人 他们是真的害怕 如楚浩炎所说 楚风独吞宝藏 我楚风 绝对不会私吞宝藏 只是有一件事 我要告诉你们 宝藏所得多少 要看各自天分 这是我从那阴阳阵法图内所解读出来的 当然 不管你们到底能偶得到多少 我都会把你们所有人 带到宝藏所在之地 但前提是 你们必须将所得旗子 交给我 缺一不可 楚风说道 哼 鬼才信你 楚桓宇冷亨道 我想你们能够搞清楚一点 若不是我 你们连那旗子都找不到 现在 我希望你们能配合我 楚风说道 哼 若不是我们 你也休想找到那宝藏 说到底 你也只是利用我们而已 楚浩炎说道 看来 是我话说得不够清楚 既然如此 那我换个说法 话到此处 原本盘坐在地的楚风 缓缓站起身来 扫视众人 诸位 我楚风 并不是在与你们商量 我希望你们能配合我 否则 否则怎样 楚浩炎问道 哼 楚风先是淡淡一笑 随后说道 休怪我楚风 不 可 切 楚风说 此话的时候 脸上的和善早就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无庸置疑的决断与冷漠无比的凶狠 本章完 第2995章 霸道的楚风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 你这是在威胁我们 楚浩炎冷声问道 与此同时 楚还宇 包括楚洛师 和楚之渊 以及一小部分没有拿出棋子的人 脸上 也都或多或少的 涌现出了不悦的神情 我只是想帮助你们 得到此处的宝藏 获得修炼的机会 只不过 这是强制性的 因为哪怕你 不想得到此处的宝藏 不想获得修炼的机会 可是我楚风却也还想 所以 你说我是威胁你 我也并不否认 因为你们的棋子 必须交给我 楚风说道 楚风弟弟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 有些过分了吗 就在此刻 楚若师忽然站了出来 过分吗 若不是我 你们有机会得到棋子吗 若不是我 你们能破开那阴阳阵法图吗 现在 我助你们破开阵法 得到棋子 即将得到宝藏 即将获得修炼机会 你们却又对我百般质疑 究竟是谁过分 好了 找到宝藏 也需要一定时间 我楚风懒得与你们废话 你们速速 拿出棋子 否则 我便只能自己去取了 楚风说 此话的时候 意念一动 一道借铃大门 便在其身前打开 而当借铃大门打开之后 一道身影 也是从中走出 此人正是女王大人 你们最好乖乖配合 因为本女王 可不像楚风那么好说话 女王大人笑着说道 她笑得很美 可是此刻 楚氏天族的 在场的所有小辈 都能够感受到 女王大人那绝美笑容的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杀鸡 楚风 你真的以为 你在小辈之中 已是天下无敌不成 竟敢这般狂妄 此刻 楚若狮也终于露出了 刁钻的面容 哄 可楚若狮话音刚落 女王大人的体内 便释放出了 磅礴的暗黑色气焰 那暗黑色气焰一出现 便立刻覆盖了这方天地 几乎视线可及之处 都被这暗黑色的气焰所充值 并且 这暗黑色的气焰 还散发着寒冷彻骨的杀意 简直比那蓝焰爪气 还要恐怖得多 当那暗黑色气焰出现之后 许多人都是吓得冷汗连连 那些将棋子藏起来的人 更是立刻将棋子取出 递到了楚风身前 并且好话说尽深怕楚风难为他们 倒也并非他们胆小怕事 若是真的那么胆小 他们也不会在一开始 将棋子藏起来 眼下之所以如此 实在是因为女王大人所散发的气息 的确是让他们感到了致命的威胁 他们并非楚洛诗 楚桓宇和楚浩炎 没有那么强硬的背景 在实力不如楚风的情况下 在这被封闭的阴阳之门内 他们真的不敢违背如此强大的楚风 所以眼下 便唯有楚洛诗 楚浩炎 楚桓宇 以及楚之渊 还未将他们手中的棋子交出来了 你们是非要逼这本女王出手吗 女王大人将那寒芒四射的目光 投向了楚洛诗等人 呛 就在这时 一道红光闪过 楚洛诗的手中 出现了一把火红式的长鞭 那长鞭已经出现 竟然释放出了火焰 火焰缠绕着长鞭 释放着宛如可以焚烧一切的热浪 那是一件半成仙兵 力量非常之强 乃是半成仙兵中的极品 然而 楚洛诗的手段绝非如此 几乎在亮出半成仙兵的那一刻 他的额头之上 还出现了一个 由雷霆凝聚的天字 天极雷文 当天极雷文出现之后 楚洛诗的修为 更是从八品真仙 提升到了九品真仙的地步 楚洛诗 这一出手 几乎就施展出了全力 而那真仙巅峰的实力 更是搅动的风云变幻 尤其是在这一处被蓝燕找气封锁 可是范围极端的区域 他所搅动的气势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甚至大有盖过女王大人 那暗黑色气焰的势头 此一刻 楚浩颜与楚还宇等一小部分人 悄悄地站在了楚洛诗的身后 他们就像是找到了靠山一般 这也难怪 毕竟这是楚洛诗啊 虽说女王大人 又有可怕的逆天战力 楚浩颜在他面前并没有还手之力 可是面对如此强横的楚洛诗 他们却并不觉得 女王大人可以获胜 他们怀揣着一种侥幸心理 若是楚洛诗能够胜过女王大人 那么他们今日便可以不受楚风威胁 楚风弟弟 我劝你做人留一线 莫要把事做绝 否则就别怪我不念童族的情分 可能是因为 自己的气势压制了女王大人 此刻楚洛诗的态度 也是变得更加冷漠起来 就仿佛 他才是此处的王者 已然主宰一切 楚风若是听他的也就罢了 若是不听他的 那就休怪他无情 误傲 可就在楚洛诗话音刚落之际 那覆盖上空的暗黑色气焰 便如同一只巨兽张开了大嘴 带着那尖锐的獠牙 向楚洛诗冲击而去 想要将他一口吞下 女王大人出手了 并且速度是如此之快 在这狭窄的空间之内 几乎不给人们反应的时间 可是楚洛诗 终究是妖孽榜第二的存在 是楚氏天族当今小辈之中 除了楚卿之外的最强者 所以他的反应 也是极快 几乎在女王大人出手的那一刻 他手中的半成仙兵 便挥动起来 一时之间 火焰萦绕 那长边之中 竟然释放出一条火龙 喉咙怒吼连连 直奔着那自头顶落下的暗黑气焰 冲击而去 那个架势 分明就是要一决高低 哄 可是只听一声巨响传来 那暗黑气焰 已然从天而降 落在大地之上 一时之间 黑炎翻腾 周遭的许多人 都是被强大的涟漪 吹得倒退连连 此一刻 莫说将那火龙吞噬 就连楚若狮等人 也是被那暗黑气焰所吞噬 不过 几乎在击中楚若狮等人之后 那暗黑气焰便开始退散 而当那暗黑色气焰退散之际 楚若狮 以及楚浩炎等四人 也终于是浮现而出 本章完 第2996章 修炼圣地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当看到此刻的楚若狮等人 那些围观的小辈们 皆是神色一动 因为楚若狮等人 不仅倒卧于地 且所有人都是脸色苍白 嘴角还有鲜血 再不断地移出 就像是受到了重创一般 这 这一刻 楚氏天族的小辈 皆是满面惊慌 楚若狮 好歹也是八品真仙 实力可是要比楚浩炎 强出足足一品的 可是在女王大人面前 竟然只是一击 便被击溃 这差距 不可谓不大 而最重要的是 这女王大人 出手也太狠辣了 不仅击溃了楚若狮 就连站在楚若狮身后的 楚浩炎 楚桓宇 楚之渊三人 也同时被击伤了 但最可怕的是 人们很清楚 女王大人 其实是手下留情了 否则此刻的楚若狮四四人 绝对不只是负伤这么简单 而是早已 命丧黄泉 刷 楚风袖子一扬 几颗疗伤丹药 飞向了楚若狮等人 不必 然而 楚若狮等人并未接受 而是各自取出疗伤丹药 吞入口中 虽说 他们此刻表面上看 的确是有些惨不忍睹 但实际上 只是小伤势而已 对于他们这种修为的人来说 并无大碍 疗伤丹药服辱之后 他们的伤势很快好转 就连气息 也是恢复 你们是非要逼我 亲自将棋子拿过来吗 楚风问道 楚风 今日我就索性信你一次 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勿要独吞宝物 楚若狮起身后 倒是没有与楚风纠缠 反而是直接将棋子取出 丢向了楚风 而在楚若狮取出棋子后 楚浩炎 以及楚桓宇 还有楚之渊 也是纷纷取出棋子 递给了楚风 虽然 他们最终 还是将棋子交给了楚风 可是他们的脸上 却依旧是极为的不爽 尤其是楚若狮 他对楚风的敌意 终于是毫无保留地展示了出来 但是对于他们四个的敌意 楚风其实早就知晓 所以根本就没有感到意外 也丝毫地不在乎 收到这四个人的棋子之后 楚风手中的大阵 终于得以完整 此刻 那大阵光滑 变得更为璀璨 但是其中 却也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眼下 这座大阵 就宛如借铃罗盘一般 可以指引楚风 找到这阴阳之门内 最为珍贵的宝藏 只不过 这座大阵 就像那虚空之上的阴阳阵法图一般 唯有楚风看得懂 楚风手持阵法 一路前行 而楚氏天族重小辈 则是静静地跟着楚风 在此期间 一言不发 他们已经没有选择了 哪怕并不能完全地相信楚风 可眼下 却只能选择相信楚风 而跟着楚风一路前行 他们穿越了重重山脉 最终进入了一个岩洞之中 这岩洞 很是不同 岩洞上面 不仅布满了闪烁着微光的石头 如同星辰一般 散落岩洞四周 最重要的是 进入这岩洞之后 他们更是能够感受到 一股极强的天地能量 并且 随着他们的不断深入 那天地能量 也是越来越浓 这种情况之下 人们那原本紧绷着的脸 终于缓和下来 取而代之的 是抹喜悦之色 并且那种喜悦 是越来越浓 他们开始觉得 楚风没有骗他们 至少此处 就已经绝非寻常之地 楚风弟弟 是不是快到那宝藏所在之处了 兴奋之下 有人开口问道 嗯 快了 楚风点了点头 而楚风此话一出 人们则更加高兴了 甚至有人开始欢呼雀跃 发出狂喜的呐喊 不过 相比于那些人的狂喜 楚灵溪这个小丫头 表现得倒是相对平静 倒也并不是说她不高兴 即将得到宝藏 她自然高兴 只是她 没有像其他人那样 难以抑制自己兴奋 与激动的心情 因为她与那些人不同 她从一开始就很相信 楚风 觉得楚风不会骗他们 更不会独吞宝藏 但是相比于楚灵溪的信任 楚昊炎和楚还宇的脸色 则是真的不好看了 楚风竟然真的找到了宝藏 并且没有抛弃他们 独吞宝藏的意思 这样一来 楚风再处视天族小辈心中的地位 不仅不会下降 反会再度提升 而此事传出去后 可就不只是在场的小辈了 怕是整个楚氏天族内 许多人对楚风的好感 都将倍增 这个废子 回到楚氏天族短短时间内 就将得到楚氏天族 这么多人的认可 这对于极为痛恨楚风的 楚昊炎与楚还宇来说 自然不是好事 对于他们心中的猫腻 楚风可没有心思去理会 他眼下的目标很简单 尽快找到宝藏 然后得到宝藏 毕竟 这九月神域开启的时间有限 而他们 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 做完该做的一切 否则就将被困在此处 面临必死的局面 而经过一段 有些漫长的赶路之后 楚风等人 终于来到了这个严栋的尽头 不 准确来说 这并非尽头 因为前方还有路可走 可是相比于先前那宽敞的严栋 前方的道路 就很狭窄 只能有一人可以通过 可是对于那条狭窄的严栋 人们却是双眼放光 眼中充斥着无尽的期待 因为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那浓郁无比的天地能量 正是自那狭窄的严栋之中传来的 并且身在此处 所感受到的天地能量 已经达到了一种 令人们兴奋到难以自控的地步 前方 绝对是修炼圣地 根据阵法提示 前方便是宝藏所在之处 不过在那里 并非只有宝藏 还有着一定的危险 楚风驻足说道 危险 怎样的危险 人们问道 提示并不完整 所以我也不知道 那是怎样的危险 唯有进去之后 才能确定 楚风说道 可是我们 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危险啊 众人目露狐疑之色 能够感受到的危险 往往不是真正的危险 唯有感受不到的 才是最致命的 你们若是不信我的话 可以随我一同进去 但若出事 我可不负责 楚风说道 本章完 第2997章 能否杀他们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楚风弟弟 我们怎么可能不信你 是啊 若不是你 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此处啊 楚风弟弟 你想多了 楚风此话一出 在场的众人 立刻露出了虚伪的笑容 既然如此 那我便先进去了 大家等我消息 楚风说道 等一下 楚风弟弟 我与你一同进去 可就在此刻 楚智渊却是忽然开口 并且补充道 你带我们来到此处 已是很不容易 我们是一个集体 有福既然要同享 有难便也该同当 我随你一起进去 真的有什么问题 你我也有个照应 楚智渊这番话 说的可谓是大义凛然 有情有义 换作一般人 听到这样的言辞 可能已经感动得痛哭流涕 但是楚风却没有一丝波动 因为他知道 这楚智渊不过是不放心自己 怕自己独吞宝物罢了 这个人 可谓虚伪至极 好啊 那就一起吧 楚风说道 我也进去 就在此刻 楚若师开口说道 我觉得楚智渊大哥说得很对 有福既然同享 那么有难自然 也不能让楚风弟弟一人来抗 我也随你进去 我也进去 在楚若师之后 竟然又有两人开口 要随楚风一同进去 这两个人 与楚风并没有过节 看他们的样子 好像还真是发自肺腑的 想要与楚风有难同当 不过楚风依然觉得 他们是放心不下自己罢了 至于楚浩炎和楚桓宇 这一次倒是没有掺和 想必他们是觉得 有楚若师跟着就足够了 当然 他们两个不进去 也有可能是因为害怕 毕竟进入其中 发生什么事没人知晓 万一楚风对他们不利 他们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楚风弟弟 就让我 与你一同进去吧 大家也有个照应 见楚风不言语 楚之渊再度说道 好啊 那边一起吧 楚风倒也没有拒绝 首先 楚风并不怕他们对自己玩什么手段 因为只要有女王大人在 他们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对手 其次 他们已然这样说了 楚风若是还不带他们进去 那可就 真有独吞宝藏的嫌疑了 楚风 我也去 就在此刻 楚灵溪也是开口 你就别去了 这么多人 已经够了 进的人若是太多 等下真出什么乱子 我可顾不过来 楚风说道 那也不差我一个啊 楚灵溪态度很是坚定 见此情形 楚风只得来到楚灵溪身旁 凑到其耳边 以一种只有楚灵溪能听到的语气说道 我可没开玩笑 里面真的很危险 他们想送死 我可以不管 但是你就算了 待在外面等我的消息 啊 听得此话 楚灵溪愣了一下 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道 那好吧 我们进去吧 见楚灵溪妥协 楚风转过身去 便第一个走入了那狭窄的岩洞之中 见状 楚若狮 楚之渊 以及那两名男子 也是紧随其后跟了进去 眼下 楚风等五人 依次在那狭窄的岩洞内行走着 不 准确来说是六个人 因为楚风的身后 还跟着女王大人 女王大人担心楚若狮等人对楚风出手 所以自从她出来后便一直没有回到戒林空间内 而是一直跟在楚风身后 楚风弟弟 我很好奇 你与灵溪妹妹说了什么 居然让她听了你的 要知道 灵溪妹妹的性格 一般人可是很难说服她的 途中 楚之渊好奇地问道 很简单 真诚 楚风回头说道 她这句话是在讽刺楚之渊与楚若狮 因为他们两个对待楚风 恰恰很不真诚 不过 对于楚风的这个回答 楚之渊显然很不认可 楚风弟弟与灵溪的关系 似乎很不简单啊 楚之渊笑了笑 也没你想得那么复杂 楚风也是淡淡一笑 随后便继续赶路 楚风表现得很是冷漠 看得出来 她并不想与楚之渊有过多的交涉 而面对楚风这样的态度 楚之渊也是无可奈何 她的脸上 依旧挂着勉强的笑容 只是眼中却闪过一抹冰冷 那冰冷的目光一闪而逝 可是女王大人 却是忽然回过头来 看向了楚之渊 当女王大人看向她的那一刻 楚之渊顿时感觉 自己好像落入了寒冷无比的冰窖之中 顿时汗毛竖起 不寒而栗 姑娘 为何如此看我 楚之渊苦笑着问道 哼 然而 女王大人只是轻哼一声 便将头转过去 连话都懒得与她讲 而听到楚之渊与女王大人讲话 楚风也是赶忙回头观望 深怕是楚之渊欺负了女王大人 但是看到楚之渊那一脸慌张 女王大人却是平颈的模样后 楚风便知道 就算是发生了什么 女王大人也定然没有吃亏 可哪怕如此 楚风还是暗中传言于女王大人 淡淡 怎么了 没事 哦 不 有一件事 需要问一下你 女王大人 暗中回问道 我的女王大人 什么事 楚风问道 若是他们想置你于死地 本女王可否杀了他们 女王大人问道 听得此话 楚风则是笑了笑 随后说了四个字 当然可以 那本女王懂了 行了 没事了 你专心带路吧 女王大人笑眯眯地说道 看她那高兴的样子 就像是她非常迫切的 想要杀了楚之渊他们一样 看到女王大人这个样子 楚风脸上的笑意反而更浓了 本章完 第2998章 暴露真面容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女王大人就是这样 对于不喜欢的人 不想多说什么 而是更喜欢直接杀了对方 而女王大人 之所以不喜欢楚之渊他们 其实正是因为楚风 毕竟以他们的行事风格来看 他们无论是现在 还是以后 都多半将是楚风的敌人 这种敌人 的确没有留着他们的必要 只是 无论是楚之渊 还是楚若失 或者是那没有跟进来的楚浩炎 以及楚桓宇 他们在楚世天族内 都有一定的背景 楚风若真的杀了他们 那绝对是要惹大祸的 所以正常来说 哪怕他们做得过分 楚风也应当忍让 等到自己真的成长到了 不拘任何人的时候 再找他们算账 所谓秋后算账 正是如此 可是楚风 却偏偏不是那种人 楚风一般会忍 但也会有一个忍耐度 对于一心要杀自己的人 楚风若能此刻杀他 便绝对不会让他活到下一刻 所以 对自己动杀念 并且真的对自己出手的人 楚风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 这便是楚风的行事风格 这条狭窄的言动 比楚风预想得要长 竟然足足走了两个时辰 楚风等人才穿过于他 而眼下 楚风则是进入了一个巨大的言动之内 这里 乃是这言动的尽头 不知是何原因 当进入这里之后 那蓝眼沼气居然消失不见 因此 楚风等人的视线 也是变得豁然开朗 此处不仅很大 景色更是美轮美奂 但最为新眼球的 却是不远处的泉眼 以及言动深处的湖泊 言动很大 几乎无边无际 可是言动深处的湖泊 也同样辽阔得很 巨浪翻腾 拍打十岸 说它是湖可以 说它是海 也同样不会过分 但最重要的是 那湖泊之水 乃是沸腾着的 并且是红色 就像是火焰形成 一眼望去 宛如岩浆一般 可是它所散发的热度 却是比岩浆还要恐怖万倍不止 哪怕楚风等人距离那湖泊 还有着很远的距离 但却也能够感受到 一重重热浪 正在不断逼近 那水之恐怖 莫说楚风 怕是五仙强者落入其中 也是必死无疑 非常的危险 想必 阵法内所提示的危险 便是那湖泊 但眼下 那火红色的湖泊 却并非此处最引人瞩目的 最引人瞩目的 并非这巨大岩洞的深处 而就在楚风等人眼前 是那个泉眼 这个泉眼所在的池子很小 只能容纳百人 相比岩洞深处 那无边无际的红色湖泊 简直渺小的可怜 可是这池子中心的泉眼 所喷发出来的 绝非是清澈的水花 还有浓浓的天地能量 甚至其中 还蕴藏着羞舞之道 是可以让人突破 修为的羞舞之道 此处之大 并没有见到什么奇珍异宝 可是对于羞舞者来说 只要有这样一个泉眼 就够了 对于羞舞者来说 修为就是一切 而能够提升修为的地方 便是最珍贵的宝藏 这个泉眼 显然就是 真是想不到 在九月神域内 竟然有这种汽地 此刻 一声惊呼传来 竟是楚若狮 这位 处世天族的堂堂大小贱 竟然也有失控的时候 事实上不仅是他 其实此刻就连处风 也很是惊讶 在处风看来 这种泉眼 对五仙境的强者 可能没有太大的效果 但是对天仙境的强者 应该有着极大的效果 而对真仙境的修舞者来说 那效果则是更大 此次 怕是他们来到此处的人 都有机会突破修为 若是领悟力强一点 突破的修为 将绝不止一品那么简单 楚风甚至觉得 他有可能 会在短短几日时间内 就突破到天仙境 这并非是妄想 而是真的有可能的 因为 站在此处 那全眼内 喷发出的天地能量 已是如此的浓郁 若是进入泉水之中 那天地能量 必然更强 楚风弟弟 你真是厉害 竟然真的找到了 如此珍贵的宝藏 这对我们这些小辈来说 当真是无价 此刻 楚之渊忽然开口 只是当他开口的那一刻 楚风竟然感觉到了 一股极为浓郁的杀意 此刻 楚风也是赶忙回过头 看向了楚之渊 发现楚之渊 果然是一脸怪笑的 看着楚风 这种模样的楚之渊 想必楚世天族的 许多人都没有见过 太猙獰了 不仅是脸上 简直是浑身上下 都散发着一种气息 阴暗的气息 此刻的楚之渊 就像是撕掉了 伪善的面具 终于展露出了 真实的自己 不过楚风弟弟 你太优秀了 若是你一直留在族内 那我们将永无出头之日 楚之渊对楚风说道 所以 你想除掉我 楚风问道 既然你都知道了 又何必多此疑问 楚之渊笑了笑 其实我想问 你想怎么除掉我 就凭你那五品真仙的修为 楚风讽刺地说道 可是对于楚风的讽刺 楚之渊却是面色不改 淡淡地说道 五品真仙 看来你这位修罗界灵师的感应力 也不过如此啊 话罢 楚之渊一袍摆动 发肆飞舞 这一刻 他的气息已是毫不掩饰的释放而出 他的气息 根本就不是五品真仙 而是八品真仙 看来你的身上 有隐藏气息的质宝啊 只是 八品真仙 你就想除掉我吗 此刻楚风 很是平静 因为对于楚之渊隐藏修为 楚风一点也不惊讶 因为早有预料 同时 楚风也一点也不惊慌 因为只是八品真仙的楚之渊 不可能是女王大人的对手 但楚风也知道 楚之渊这种人 一定另有底牌 否则 他不可能在亲眼看到 楚若诗惨败于女王大人后 还凭借八品真仙的修为站出来 并且还口口声声 说要除掉楚风 眼下 楚风在等待的 便是楚之渊 亮出自己的底牌 本章完 第2999章 血骤魔宫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 你记住我这句话 今日 无论如何 你都将死在此处 楚之渊对楚风说 此话的时候 脸上写着四个字 信心满满 那我还真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见识一下 你的手段了呢 楚风说道 成全了你 楚之渊此话说完 顿时风起云涌 雷霆奔腾 他是施展出了自伐玄弓 在自伐玄弓之下 他的额头之上 也是出现了一个天字 天极雷纹一经出现 楚之渊的气息 立刻从八品真仙 提升到了九品真仙的地步 竟然也是天罚玄弓 倒也不愧是天才之名 楚风心中暗道 尽管很不喜欢这楚之渊 但楚风却也不得不承认 楚之渊的确算得上 是一位修武奇才 毕竟天罚玄弓 可是仅次于神罚玄弓的功法 这天罚玄弓 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修炼的 而只要能够顺利地修炼出天罚玄弓 那也就等于获得了天才的称号 刷 当提升修为之后 楚之渊手腕一转 他也是亮出了他的半成先兵 无庸置疑 他的半成先兵也是品质极佳 只不过他的半成先兵 却是与寻常的半成先兵不太一样 正常的半成先兵 多是刀刃等兵器 毕竟兵器可以发挥出最直接的攻势 可与武技结合 较为适合修武者 但是楚之渊手中的半成先兵 却是一个罐子 这个罐子看上去很是破旧 但却散发着极为强大的气息 当那罐子出现之后 楚风竟然隐隐间感觉到了一丝不安 正常的半成先兵 无论强弱 所散发的气息 都是刚猛的先例 可是楚之渊的说中所拖着的这个罐子 所散发的气息却是恰恰相反 暗示一种与女王大人的气息 有些相近的气息 准确来说 那是一种阴暗的力量 虽然也很强大 但是与正常的先例 却是有所不同 可无论怎样 当楚之渊亮出这件半成先兵之后 他的战力 都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只是这样 你怕是收拾不了我 楚风说道 尽管 楚之渊的天伐玄弓 和半成先兵 让楚风有些意外 可是楚之渊此刻所展示的实力 却也只是楚若诗的水平 这样的水平 连女王大人的一击都承受不住 何谈收拾楚风 别急 这就让你知道 我楚之渊 为何再见识了 你那戒灵的实力后 还依旧会与你叫板 楚之渊说这话的时候 他的目光再度有所变化 那是一种无比狠辣的目光 简直不是正常的人类 所能散发而出的 很快的 楚之渊的眼眸竟然开始变化 他的眼睛化为了血红之色 不仅是眼眸 在他的身上 也是涌现出了血红色的符咒 那符咒光芒闪烁 竟然穿透了衣衫 哪怕他穿着衣衫 却也能够清晰地看到 他身上所散发出的血红色符咒 伴随着那血红色的符咒出现 楚之渊的身上 竟然开始散发出血红色的气焰 此刻的楚之渊 不仅双眼血红 气焰缠身 就连身躯都增大了十倍 如同一个小型巨人 站在楚风的不远处 这样的楚之渊 根本不再像是一个人类 更像是一个魔物 而最重要的是 此刻楚之渊的气息 竟然再度增强 伴随着那血红色符咒的出现 楚之渊获得了 逆战一品的战力 此刻的楚之渊 已经超越了楚洛师 足足一品战力 可与女王大人相提并论 原来是这样 你居然修炼了魔功 如此魔功 你怕是滥杀了不少无辜之人吧 此刻 楚风见眉倒数 眼中涌现出了深深的厌恶之感 身为戒灵师 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楚之渊所散发的血红色气焰 绝非是寻常的手段 楚风感受到了浓浓的血腥气味 甚至能够听到悲惨的哀嚎 那其中 甚至居然还有儿童和婴儿的哭声 这楚之渊练就此等魔功 先不说自身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他至少杀了千万无辜之人 才获得了这逆战一品的战力 这种人 简直就是修武界的败类 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的没错 练就这身血咒 我的确杀了不少人 可是那又如何 这个世界上的弱者 本来就是强者的垫脚石 能死在我的手中 乃是他们的荣耀 楚之渊不以为然 就仿佛他所做的 乃是极为正确之事 果然是败类 今日就算你不想除掉我 我楚风也要除掉你 楚风说道 楚风 你看到此刻的我 难道还没醒悟吗 你真以为你那戒灵 能与我抗衡 楚之渊放声大笑 其中充斥着轻蔑之意 哄 可是 就在楚之渊此花落下之际 一道暗黑气焰 便猛然间自女王大人的体内 散发而出 只是瞬息之间 就覆盖了 这浩瀚的严冻之中 当那暗黑气焰散发而出后 楚之渊以及楚洛斯 顿时神色大变 因为他们都发现 当女王大人的暗黑色的气焰出现之后 楚之渊所散发的血红色气焰 竟然开始收缩 不仅收缩 原本气势磅礴的血红色气焰 竟然不断地蠕动 那个样子 就像是人类在颤抖一般 楚之渊滥杀无辜 千万人所修炼的魔工 在遇到女王大人的修罗气焰之后 竟然展露出了恐慌 本章完 第三千章 楚之渊的底牌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说吧 你想怎么死 女王大人对楚之渊说道 我想怎么死 你还真是能说大话啊 看来不展示一下我的实力 你是真的不晓得我的厉害 楚之渊说完此话 竟将手中的半成仙兵丢了出去 半成仙兵一脱手 便立刻释放出磅礴的血红色气焰 那血红色的气焰 与楚之渊所散发的血红色气焰 相互融合 竟然化作一只血红色的气焰巨兽 那气焰巨兽 倒是与楚风的四项秘迹有些相像 只不过这只气焰巨兽 不仅巨大无比 更是长相争鸣 乃是一个嗜血魔物 当那气焰巨兽出现之后 那原本颤抖的血红色气焰 竟然不再颤抖 大有与女王大人一争高下的气势 呜傲 猛然间 一声怒吼传来 那庞大的气焰巨兽 竟向女王大人扑杀而去 哼 不过 便那强大的气焰巨兽 女王大人却只是轻哼一声 她站在原地 动都未动 可是她所散发的暗黑色气焰 却早已经自四面八方 向楚之渊那气焰巨兽 发动了攻势 那气焰巨兽 气势很强 可是在女王大人 那来自修罗灵界的暗黑气焰面前 仍是显得渺小 一番争斗下来 那气焰巨兽的气势 很快便被女王大人的暗黑色气焰所压制 大有不敌之事 但但 你要小心 那楚之渊 似乎还有底牌未出 可是 哪怕女王大人这一出手 就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可是楚风却仍是眉头紧皱 忍不住暗中提醒起淡淡 因为楚风一直在观察楚之渊 她发现 楚之渊那气焰巨兽 明明已被压制 连她也是危在旦夕 可是楚之渊的脸上 却只有不爽与不甘 却并没有惧怕之色 这让楚风意识到 楚之渊一定还有手段 否则她不可能这般有恃无恐 哦哦 就在这时 一声惨叫传来 刹那间磅礴的血红色气焰 更是如同火山爆发一般 四下喷发 楚之渊 凭借半城先兵 所凝聚而出的气焰巨兽 已被轰杀开来 眼下 女王大人所释放的暗黑气焰 如同来自地狱的千军万马 将楚之渊团团包围 可是哪怕如此 楚之渊却依旧是有恃无恐 楚风 你还记得我之前说的话吗 楚之渊对楚风问道 何话 楚风问道 我说 今日 无论如何 你都将死在此处 楚之渊说道 狂妄 已是自身难保 竟然还敢说这种话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本女王 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 来自修罗灵界的折磨手段 本女王要让你生不如死 求着我杀了你 女王大人被楚之渊的这番话给激怒了 她说话之间 那暗黑色气焰 便化作一只只利爪 向楚之渊抓事儿去 这不仅仅是要取楚之渊性命那么简单 女王大人 是真的要让楚之渊付出代价 问 可是 就在那无数只暗黑色的利爪 即将抓住楚之渊的时候 这方天地的一切都仿佛静止了一般 女王大人 以及她所释放的暗黑色气焰 竟然瞬息停止 一动都不能动了 这感觉 这一刻 楚风则是神色大变 她感觉到了尊者的气息 是那尊者的气息 束缚住了女王大人 你是谁 惊慌之下 楚风将目光投向了楚洛师 但是楚风所看的人 却并不是楚洛师 而是楚洛师身后的一个人 那个人 乃是楚氏天族的一位小辈 之前楚风一直没有留意他 是因为他给楚风的感觉 很是平常 根本不足为惧 可是现在 这个看似寻常的人 却散发着尊者的气息 并且 那绝非一品尊者那么简单 二品尊者 那是一位二品尊者 最重要的是 对方的气息 竟然如此熟悉 给了楚风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只是楚风却又想不起来 并且 一个小辈 怎么可能具备尊者静的气息 既然眼下具备了 那便只有一种可能 这个人 另有身份 并且 眼下那个人的目光都变了 那种目光 根本不是一个小辈的目光 那是一种老辣 沉稳 运筹帷幄的目光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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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楚风的质问 那位并没有立刻说话 反而是拍起手来 并且一步一步 走到了楚洛师的身前 正在向楚风靠近 楚风注意到 当这位释放出尊者的气息 以及老辣的目光后 在场之中 除了楚风和另一名 一同跟进来的小辈外 楚洛师和楚之渊 都是非常的平静 这也就说明 他们早就知道 这个人的存在 也难怪 楚之渊会对楚风说这种话 原来他的底牌 是一个尊者尽的强者 你到底是谁 楚风再度问道 面对楚风的再度发问 那位依旧没有回答 而是继续拍着手 与此同时 用那老辣的目光看着楚风 那种目光 让楚风非常的不舒服 毕竟对方是二品尊者啊 面对这种人物 楚风随时都可能死去 此刻 楚风只感觉 自己的生死 都掌握在对方手中 心中自然不爽 楚风啊楚风 哪怕老夫再不喜欢你 但我却也不得不承认 你的确是继承了 你爷爷与你父亲 那妖孽级的天赋 所以 真是留你不得啊 终于 那位开口了 他这一开口 根本不再是一个年轻人的声音 而是一个苍老无比的老者声音 这个声音 楚风听过 原来是你 此刻 楚风恍然大悟 终于明白了眼前的尊者 他到底是谁 本章完 第三千章 楚智温的底牌 说吧 你想怎么死 女王大人对楚智渊说道 我想怎么死 你还真是能说大话啊 看来不展示一下我的实力 你是真的不晓得我的厉害 楚智渊说完此话 竟将手中的半成仙兵丢了出去 半成仙兵一脱手 便立刻释放出磅礴的血红色气焰 那血红色的气焰 与楚智渊所散发的血红色气焰 相互融合 竟然化作一只血红色的气焰巨兽 那气焰巨兽 倒是与楚风的四项秘迹有些相像 只不过这只气焰巨兽 不仅巨大无比 更是长相争名 乃是一个嗜血魔物 当那气焰巨兽出现之后 那原本颤抖的血红色气焰 竟然不再颤抖 大有与女王大人一争高下的气势 呜呜 猛然间 一声怒吼传来 那庞大的气焰巨兽 竟向女王大人扑杀而去 哼 不过 便那强大的气焰巨兽 女王大人却只是轻哼一声 她站在原地 动都未动 可是她所散发的暗黑色气焰 却早已经自四面八方 向楚智渊那气焰巨兽 发动了攻势 那气焰巨兽 气势很强 可是在女王大人 那来自修罗灵界的暗黑气焰面前 仍是显得渺小 一番争斗下来 那气焰巨兽的气势 很快便被女王大人的暗黑色气焰所压制 大有不敌之事 淡淡 你要小心 那楚智渊 似乎还有底牌未出 可是 哪怕女王大人这一出手 就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可是楚风却仍是眉头紧皱 忍不住暗中提醒起淡淡 因为楚风一直在观察楚智渊 他发现 楚智渊那气焰巨兽 明明已被压制 连他也是危在旦夕 可是楚智渊的脸上 却只有不爽与不甘 却并没有惧怕之色 这让楚风意识到 楚智渊一定还有手段 否则他不可能这般有恃无恐 哦 就在这时 一声惨叫传来 刹那间磅礴的血红色气焰 更是如同火山爆发一般 四下喷发 楚智渊 凭借半城仙兵 所凝聚而出的气焰巨兽 已被轰杀开来 眼下 女王大人所释放的暗黑气焰 如同来自地狱的千军万马 将楚智渊团团包围 可是哪怕如此 楚智渊却依旧是有恃无恐 楚风 你还记得我之前说的话吗 楚智渊对楚风问道 何话 楚风问道 我说 今日 无论如何 你都将死在此处 楚智渊说道 狂妄 已是自身难保 竟然还敢说这种话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本女王 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 来自修罗灵界的折磨手段 本女王要让你生不如死 求着我杀了你 女王大人被楚智渊的这番话给激怒了 她说话之间 那暗黑色气焰便化作一只只利爪 向楚智渊抓事儿去 这不仅仅是要取楚智渊性命那么简单 女王大人 是真的要让楚智渊付出代价 问 可是 就在那无数只暗黑色的利爪 即将抓住楚智渊的时候 这方天地的一切都仿佛静止了一般 女王大人 以及她所释放的暗黑色气焰 竟然瞬息停止 一动都不能动了 这感觉 这一刻 楚风则是神色大变 她感觉到了尊者的气息 是那尊者的气息束缚住了女王大人 你是谁 惊慌之下 楚风将目光投向了楚洛师 但是楚风所看的人 却并不是楚洛师 而是楚洛师身后的一个人 那个人 乃是楚氏天族的一位小辈 之前楚风一直没有留意她 是因为她给楚风的感觉 很是平常 根本不足为惧 可是现在 这个看似寻常的人 却散发着尊者的气息 并且 那绝非一品尊者那么简单 二品尊者 那是一位二品尊者 最重要的是 对方的气息 竟然如此熟悉 给了楚风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只是楚风却又想不起来 并且 一个小辈 怎么可能具备尊者静的气息 既然眼下具备了 那便只有一种可能 这个人 另有身份 并且 眼下那个人的目光都变了 那种目光 根本不是一个小辈的目光 那是一种老辣 沉稳 运筹帷幄的目光 啪 啪 啪 面对楚风的质问 那位并没有立刻说话 反而是拍起手来 并且一步一步 走到了楚洛师的身前 正在向楚风靠近 楚风注意到 当这位释放出尊者的气息 以及劳拉的目光后 在场之中 除了楚风和另一名 一同跟进来的小辈外 楚洛师和楚之渊 都是非常的平静 这也就说明 他们早就知道 这个人的存在 也难怪 楚之渊会对楚风说这种话 原来他的底牌 是一个尊者境的强者 你到底是谁 楚风再度问道 面对楚风的再度发问 那位依旧没有回答 而是继续拍着手 与此同时 用那老辣的目光看着楚风 那种目光 让楚风非常的不舒服 毕竟 对方是二品尊者 面对这种人物 楚风随时都可能死去 此刻 楚风只感觉 自己的生死 都掌握在对方手中 心中自然不爽 楚风啊 楚风 哪怕老夫再不喜欢你 但我却也不得不承认 你的确是继承了你爷爷 与你父亲那妖孽级的天赋 所以 真是留你不得呀 终于 那位开口了 他这一开口 根本不再是一个年轻人的声音 而是一个苍老无比的老者声音 这个声音 楚风听过 原来是你 此刻 楚风恍然大悟 终于明白了眼前的尊者 他到底是谁 本章完